斯大拉和新男友参加了一场摄影展 作者仍有兴致地向两个人介绍了 这幅画是用十万张独立的照片拼借而成 再通过调色组合成一位身材曼妙的女性 有人是来看画的 而有人纯粹是来找烟狱的 大鲁马先生随机带走了一位探展的美女 两个人跑天台上激情自射 直到现场观众突然送来一只穿云剑 结婚考穿穿一般 一剑插了脸 女人当场死亡 男人则侥幸捡回一命 斯大拉实现了最快出镜 女人就这么被定了一夜 剑的位置挺尴尬的 不打马就过不了省的那种 辞者叫做马拉 第一次参加摄影展 现场没有人认得她 男人绰号大肿马 是个富豪 也是这场展会的发起人 箭头插入了第五和第六肋骨之间 刺破了左心事 导致内脏大出血而死 曼叔模拟了射箭的方向 确定这只剑是从对面的楼顶射出的 斯大拉已经换上了工作服 聚下了连接尸体的木桩 小黑爬上了凶手所处的楼顶 案发现场净受眼底 地上有很明显的脚印 脚印一路延伸到了楼顶的通风口 于是他拆开了通风口 那把弓果然就藏在管道的最深处 于是小黑潜到了管道底部 得到了杀人凶器 这把弓又大又有分量 也不知道凶手是怎么带进展会道 与此同时 马拉的尸体也被送进了验尸房 曼叔和法医 奋力将尸体和木桩分离了开来 轻轻撬开木桩 露出了完整的箭头 小黑说这把弓装着精良 能够防反弹作用力 也能防震 当然这只箭也不一般 三刃头 探质干 旋转式羽毛 最快时速 能达到每秒328英尺 箭头在飞行中不停地旋转 别说一箭插了脸 再来几个人 一样能给你插成串串 不管是弓还是箭 都能在网上自由订购 所以想要追查凶器的来源 难度挺大 箭杆上有两枚完整的指纹 一枚属于伤者大肿马 他在被射中后 伸手触摸了箭杆 另外一枚没有找到匹配记录 可能来自凶手 此外 箭语上的喷剑血迹 不是两个受害人的 而是来自一头美周虎 由此断定 公的主人可能是个猎人 伤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不过人在昏迷当中 之所以绰号大肿马 是因为这伙尤其来猎验 只要是母的他都爱 甚至还将自己的猎验目标 修订成了一本手册 死者的下体 还有其他女人的毛毛 也意味着大肿马 刚和其他女人黑羞完 又马不停停找到了死者 警方根据那根毛毛的DNA 找到了与大肿马 黑羞过的另外一个女人 卷发姐 卷发姐也是昨晚展会上的 宾客之一 卷发姐说 自己喜欢跑马拉松 昨天大肿马和他 来了一场短跑比赛 结果卷发姐输了 于是他便陪大肿马睡了一觉 卷发姐非常清醒 他知道大肿马这样的富豪 绝对不爱上身份平庸的自己 所以他也不存在争风吃醋 跑去杀人的可能 麦树测试了这把弓箭 随后便招呼林赛也试一试 林赛有过打猎经验 他使尽全力 一下就郑中把星 激动之一也证明了 凶手不一定是个男的 女人同样也能拉动这把弓 卷发姐有作案动机 也有作案能力 然而质问比对结果 却排除了他的嫌疑 如此一来 警方就没有嫌疑人了 就在此时 小黑带来消息 大肿马仍在昏迷当中 不过他在大肿马的手表上 发现了其他人的血迹 原来大肿马被射中前 还跟其他人打过架 那个人叫做史密斯 是个来自秘鲁的猎人 大肿马喜欢打猎 就在上个星期 他还和史密斯夫妇 乘坐私人飞机 一起去亚马逊打猎来着 没想到那个王八蛋 打着打着 就跟史密斯的妻子 勾搭上了 搞得现在史密斯 正跟妻子闹离婚呢 大肿马害得他婚姻破裂 史密斯确实有杀人动机 可他自称是个清醒的猎人 并且史密斯还透露 那把攻合剑 是大肿马的打猎工具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能够接触到 尽管他有杀人动机 可指纹比对结果 同样排除了史密斯的嫌疑 史密斯曾说 那把攻合剑 都是大肿马的私人物品 也就说 它是被自己的弓箭伤害的 展会是在大肿马的家里开展的 也意味着展会上的所有人 都能拿到凶器 那么他平时把弓箭放在哪呢 箭头上附着着一层 丙铜清洁剂 于是警方再次回到了展会 寻找线索 斯戴拉望着那幅作品 不由再次发出赞叹 这幅作品是无数张五官 和女星同体的照片拼接 再通过调色构成 麦书却觉得 这艺术家的脑子有点不正常 就在此时 小黑手中的探测器开始滴滴作响 他在走廊上的背包里 探测到了凶器上的清洁剂 凶手不止偷走了弓箭 还不小心留下了掌纹 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弓箭这么大 凶手是如何带着他 穿梭于上百人的宴会 而不被发现的呢 斯戴拉将那三幅拼图 挨个分解开来 却意外发现这些作品中 隐藏着三张女人的脸 这三个女人分别是卷发姐 史密斯的妻子 以及女死者玛拉 她们都是大准马睡过的女人 也是大准马赋予了艺术家的灵感 于是警方找到了作者 艺术家从来没有告知 作品里的女性同体是谁 但是警方调查到 她就是死者玛拉 原来玛拉是艺术家的模特 也是她的谬斯女神 艺术家与玛拉坠入了爱河 却不想玛拉只是利用她 接近大准马罢了 而大准马之所以帮她半战 也只是因为对她的女友玛拉感兴趣 案发当晚 艺术家看到大准马带走了自己的爱人 她愤怒极了 于是偷走了大准马的弓箭 在天台上将两个人射成了串串 她就是一个渴望成名的小透明 宴会上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人注意到 她带着弓箭离去 可她却不知 斯戴拉非常喜欢她的作品 艺术家很有天赋 只是她信错了人 快回歌坛室吧 蝙蝠侠说已经不打你了 值得提的是 故事中卷发姐的扮演者 是知名女星罗希尔·阿耶斯 2004年 因在《小姐好白》中 饰演戴尼斯·波特而成名 2001年 她在《绝望主妇》第七季中 饰演沃森的前女友 安博·詹姆斯 2003年 她在《犯罪心理》中 磕穿卡玛的妹妹萨罗扬 最近几年 她都在反恐特警组中 饰演常驻角色尼切尔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一处小巷 男人脸上胡着浆糊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死者叫做阿伟 是个音乐宣传员 其实就是个到处 张帖乐队海报的 当地居民 早就对这些城市牛皮险 身无痛绝 死者手里握着一把刀 刀上有血迹 或许她生前 也曾拼命地反抗过 墙上有部分海报被撕掉了 难道她是在和对手 抢夺地盘的时候被杀的 丹尼顺着尸体旁滴落的胶水 来到了隔壁的录音棚 台上的三个是最近刚出道的 新人女子乐队 他们的经纪人叫做光明鼎 她骄傲地说道 唱片公司今晚就会签下她的乐队 光明鼎的脚底有江湖 她说昨晚就看到了死者 还以为那只是一个酒鬼罢了 便从死者的身上跨了过去 毕竟有约啥奇葩都有 她早就见怪不怪 老法一小心聚开了阿伟脸上的江湖 死者的喉头有淤血 意味着她可能是被自己的血呛死的 伯根有擦伤 除此之外 身上没有其他伤痕 紧接着老法又掰开了她的嘴 从她的喉咙深处 取出了一颗类似于子弹的东西 凶手为什么要往她的喉咙里塞这种东西 经过检测 阿伟喉咙里的只是一颗装饰用的子弹 里面没有火药 她脸上有一些红色的粉末 那是防狼喷雾 也就说 她是先被喷 再被撞进了喉咙 尸体明明是面朝上 但是她的后背却蹭到了不少江湖 这些江湖是当反抗时 从墙上蹭到的 这也意味着 凶手必定会在墙上的海报上留下线索 原来海报有上下两层 死者张下的海报 完全盖住了其他乐队的海报 实验室在下面一层海报上发现了掌纹 这些海报是为了宣传一首 叫做《脆弱的不在场之名》的歌曲 于是丹妮找到了这些海报的宣传员 小哥说 现在的乐队竞争很激烈 同样的 因为他和死者各自服务于不同的乐队 他们会用自己的海报 盖住其他人的海报 所以两个人经常会因为争夺一块好的位置 大大出手 不过小哥没有杀人 说白很大方地提供了自己的指纹和DNA 死者脸上的江湖已经帮帮硬 丹妮和林塞在面具中 分别找到了一颗不属于死者的钮扣 以及一块红色的吉他波片 波片上刻着鲁尼斯这个名字 这正是案发现场的乐器店 于是丹妮拜访了这家店 鲁尼斯说 那个吉他波片是他送给死者做宣传用的 柜面上有两把等待修理的吉他 吉他鞋与死者脖子上的伤痕十分相似 于是丹妮带走了两把吉他 就在此时 他恰好遇到了刚才拜访过的女子乐队 经纪人正在筹备今晚的演出 巧的是 他的衬衫掉了一颗扣子 与江湖里找到的扣子是同款 为什么他的扣子会混在死者的面具里 很显然 经纪人与这场凶案有关 可他死不承认 警方也很难凭这颗扣子给他定罪 麦叔捧着两把破吉他研究了半天 指纹分别位于吉他的两侧 这个不是演奏时的卧子 倒像是打人时留下的 这把吉他恰好是女子乐队送去修理的 于是丹妮和林赛再次来到了录音室 丹妮打断了乐队的演出 只见主唱的肩带上挂着一排装饰子弹 子弹少了一颗 与死者喉咙里的一模一样 紧接着林赛又提取了每个人的掌纹 金笔队 那把吉他上的掌纹 正是来自乐队的黑发姐 是他扛起吉他揍了死者 原来他们为了能通过唱片公司的面试 每天排练到凌晨两三点 非常辛苦 案发当晚 他们刚下班 就瞧间死者正在往墙上护海报 死者的海报盖住了他们的海报 让姑娘们非常生气 于是他们掏出了辣椒喷雾 开始对着阿伟轮番殴打 阿伟反抗时搁伤了主唱的手 让大家越发愤怒 在这个过程中 一颗装饰子弹 掉进了阿伟的喉咙 可他们并没有把胶水到阿伟的脸上啊 于是戴尼尤检查了经纪人的手 在他的指甲缝里发现了胶水 原来是经纪人在事后返回了现场 将一桶浆糊浇在了死者的脸上 经纪人愤愤地说道 自己投资了大把的钞票 可这些姑娘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 怎么都红不了 于是他将满腔怒火 发泄在了阿伟身上 可人家只是个可怜的打工人而已啊 他账掉的海报 也一次又一次被别人盖住 人家只是养家糊可罢了 他是招谁惹谁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大光头 还是妈咪片里臭名昭著的官二代 他嘲讽过何叔不止一次 后来被何叔扒出来是个私生子 最终惨死在了何叔的墙下 哼 我好想念何叔啊 案件了结 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了 林塞主动提出 要请丹尼喝一杯 他带着丹尼来到一间酒吧 舞台上的演出嘉宾居然是麦树 难怪麦树对贝斯这么有研究 原来他就是个专业的贝斯手 每周三都会来这间酒吧固定演出 这个冷酷又禁语的大叔 从此在大家的心中有了温度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麦树的扮演者加里希尼斯 在现实里就是玩音乐的 舞台上的其他锦绵演奏者 都是单中为乐队的成员 顾名思义 乐队的名字来自麦树在阿甘正传里的经典角色 丹泰洛中尉 麦树经常带领乐队 为美国军方表演节目 他还会和犯罪心理中的乔曼特纳 一起主持退伍军人演唱会 也算是两个系列的梦幻联动 凌晨的墓地雾气弥漫 逝去的老者正在墓碑上 大谈深思看淡 不服就干 先不说大夜大晚上 在墓碑上唠嗑是想吓死谁 目前的男子反正是听得泪流满面 只见他胸口流淌着鲜血 小哥陪老者去了 给纽约警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谜团 死者叫做珍妮玛盖斯 是位助理律师 形式胸口的枪伤 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打开着 凶手似乎翻找过什么 迈出在墓碑前 发现了黄色的气球 只听说给使者献花的 这献气球是什么鬼 凶手忘了捡走杀人后的弹壳 这是一颗9毫米口径的空弹壳 墓碑上的老者还在 嘚避嘚避嘚避嘚说个不停 他叫做库伯 报案人是库伯的孙女珍妮佛 她是今早来拜祭爷爷的时候 发现尸体的 可珍妮佛表示 她和爷爷从未见过死者 他们互不相识 既然如此 盖斯为何会死在 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墓前 事件结果显示 盖斯是被子弹打穿了大动脉 导致失血过多而死 奇怪的是 他的伤口中居然没有弹头 甚至连个弹片都没有 难道是凶手在事后 把弹头挖出来了 亚当提取了公文包上的指纹 最后触碰过死者公文包的 是一个叫做威廉的暴徒 这家伙穷凶极恶 刑法就好似他的犯罪目录 几乎每一条罪名 他都触犯过 威廉被警方抓过无数次 已经养成了见警察就跑的条件反射 话说你跑得再快 难有子弹快吗 于是威廉又又又被抓了 理由是拒捕加袭警 警方在死者的公寓 发现了威廉闯住的痕迹 死者的公文包上 也有威廉的指纹 原来威廉正在被起诉一条抢劫案 死者恰好就是起诉他的律师 这或是想潜入死者家 销毁证据来者 听说盖斯挂了 威廉穷凶极恶 可他否认是杀人凶手 再说警方手里也没有证据啊 死者伤口中的印纸片 是子弹的填充物 原来凶手用的是一颗空包弹 因为空包弹没有弹头 所以会在弹壳里塞一些硬纸片 一般情况下 空包弹不会伤人 但如果是近距离的射击 火药依然会让硬纸片 产生很大的杀伤力 或许凶手并不是蓄意杀人 据了解 死者不但是个律师 还是个婚礼策划人 旅行经纪人 以及心态 他租下了一间办公室 将这些办公室 分别改装成了三个不同的工作室 工作室里有电影海报 摄像机 如同一间以假乱真的摄影棚 死者似乎有意在伪装自己 林塞还在办公室里 发现了另外一个红色气球 以及一个装满照片的信封 信封里有几张大头罩 每个人的脸上 都被画了一个红叉叉 其中还有珍妮佛的照片 可先前珍妮佛明明说 不认识死者 于是弗拉克带着珍妮佛的照片 左顾右派 终于在市区 发现了珍妮佛的踪迹 不想这姑娘见到警察之后 撒腿就跑 弗拉克一口气 追了她八条街 姑娘转身就从怀里掏东西 被路过的巡警一枪打中 只见她居然掏出了一把水枪 这姑娘是逗逼吗 原来珍妮佛参加了一个名叫 水枪之战的游戏 就是拿着水枪到处资人 参赛者起初有100个 如今淘汰的只剩几个人了 每个参赛者都会得到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着刺杀目标的照片 他们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找到照片上的人 用水枪或者水气球资她 最终的获胜者 就能得到10万美金 原来珍妮佛是死者的目标 所以死者的手里才会有珍妮佛的照片 被打了红叉的都是淘汰者 游戏鼓里有创意的杀人方式 比如珍妮佛为了击毙目标 乔装过餐厅的服务生 还有出租车司机 这就解释了凶案现场 以及死者办公室里的水球 死者是游戏玩家 所以将办公室伪装成了摄影棚 为了迷惑刺杀目标 所以隐藏身份 谎称自己是婚礼策划和心态 棘手的是 游戏的组织者 通过匿名电话与玩家们联系 再将撞着照片的信封 放在指定位置 没有人知道组织者是谁 也不知道其他玩家的名字 珍妮佛是死者的目标 那么死者又是谁的目标呢 会不会是玩家假戏真左 把他给杀了 珍妮佛的下一个目标 是照片上的亚裔男子 于是警方找到了亚裔男 在她的信封里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斯科特 再通过斯科特的信封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黑姐 最后又通过黑姐的信封 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杰克 杰克正在打电玩 他特别喜欢枪击类的游戏 弗拉克打开了他的信封 原来杰克的目标 就是死者盖斯 到此 所有的幸存玩家 完成了一个闭环 死者是杰克的目标 可杰克坦言 自己从未见过盖斯 如今盖斯被人截胡了 无法完成任务的杰克 也要被迫出局 他有什么理由杀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 目的到黄色水球上 检测到了凶手的口水 但是杰克的DNA 与气球上的口水不相符 就这样 杰克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凶手用的是空包弹 也是拍枪战戏时常用的道具 死者生前曾伪装成了星坦 将办公室改装成了摄影棚 想到这里 脉数灵机一动 难道凶手是个演员 而死者击毙的名单里 恰好就有一个演员 他叫做克里斯 是个郁郁不得知的三流演员 他正带着女儿 参加电影人数之间的试镜 克里斯娴熟地背诵着角色 乔治米尔顿的台词 乖巧的女儿 是他唯一的粉丝 看麦舒相貌端正 克里斯以为麦舒也是个演员 便毫无防备地展示了自己的枪 麦舒拆开一看 弹夹里都是空包弹 很不幸 麦舒说道 我的角色是个警察 就是抓你的那个警察 原来克里斯一直有个明星梦 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在家里排练 直到死者突然闯进他的生活 他谎称自己是个星探 可以为他安排试镜 克里斯兴奋极了 可就在他愁愁满志 来到死者的办公室 盖斯却悄悄拿出一个水球砸向了他 克里斯也是游戏玩家 死者本可以很快将他淘汰出局 却一次又一次戏弄他的梦想 他可知道克里斯为了这场试镜 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当天晚上 盖斯来到了墓地 等待他的下一个刺杀目标 Jennifer 却不想等来了怒气冲冲的克里斯 克里斯掏出水球砸向他 一边质问盖斯为什么戏弄自己 一边扣下了扳机 他本来只是吓唬盖斯一下 却不想近距离设计的空包弹 也是致命的 他一边又一边地向警方解释 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知所措的模样 令曼叔心疼不已 有意思的是 克里斯试镜的电影叫做《人暑之间》 面世的角色是男二号乔治米尔顿 而曼叔正是1992年版 《人暑之间乔治米尔顿》的扮演者 克里斯的扮演者叫做蒂姆金尼 参演过《国土安全》 《钢铁侠》等一系列知名影视剧 可惜怎么演都红不了 他的老丈人 是已故著名编剧霍顿福特 杀死一只只根鸟 就是他的作品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城市的另一边 一位富婆死在了自己的公寓 他叫做凯瑟琳 死者双手被反绑 眼睛被蒙住 没有挣扎过的迹象 身上有男性磕的痕迹 猜测生前 正在和男人玩尺度很大的游戏 他的口腔里布满声色的淤青 耳朵有流血 像是被尖锐物品 深深捅进了耳道 警方直接原地支了个架子 用烟熏法 熏烤出了尸体表面的指纹 凯瑟琳胃里的食物还没有消化 意味着他是在 禁食后的两个小时内死的 他的头发里有一些面粉 死因是窒息 舌头 以及口腔黏膜 甚至咽喉 都布满了圆形的伤口 更恶心的是 法医在他的耳朵里 发现了很多虫卵 似乎有条虫子 钻进了他的耳朵 产卵后又离开了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虫子 小黑将这些虫卵培育了起来 如果此时有个昆虫学家 可以省下不少事情 比如拉斯维加斯的老记 胡姐调查道 原来死者是个职业碰瓷 他专门盯着生意好的高档餐厅 一会儿起诉人家的地态滑 一会儿起诉人家的食物不干净 他就这样搞垮了一家又一家餐厅 靠着碰瓷发家致富 两个星期前 他又起诉了一家面包店 说吃了人家的面包拉肚子 联系死者头发里的面粉 难道凶手是面包店的老板 面包店老板最近被死者搞得心理焦脆 死者的诬陷让他名声尽毁 店都快开不下去了 不过他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于是丹尼提取了他的DNA 警方无法证明面包店的老板 去过死者的公寓 不过绑住死者双手的 是一根男尸的领带 死者不但心里阴暗 吃的东西也很奇怪 他的胃里都是一些 为消化完的蟑螂啊 蝎子一类的东西 恰好纽约有一家新开的餐厅 这家餐厅的卖点 便是面包虫啊 蟑螂这些小众食物 像是油炸蜘蛛 蠕动的马路意大利面 清真大蝎子 各位随意 我先呃为敬 餐厅的老板叫做托尼 他记得死者昨晚参加了餐厅的晚宴 当时死者还有一个男伴 两个人在宴会上大吵了一架 昨晚的主菜是千足虫 丹尼拎起一条就吞了下去 托尼接着说 那男的大概四十多岁 块头很大 还有很多毛 我尼玛 丹尼还在嚼呢 好吃到歪啊 除了虫子 章鱼也是餐厅最卖做的食物 托尼给他们展示了使用方式 先将章鱼的触须 牢牢地捆在筷子上 都尝不出味道 吃他的意义何在 身吞章鱼十分危险 如果没有捆好 很容易被他的触须吸住喉咙 导致窒息要死 联系死者口腔里的原型伤口 原来他是被活章鱼杀死的 凶手捆住了凯瑟琳的双手 蒙出了他的眼睛 亲手喂他吃章鱼 再冷漠地看着他死去 死者昨晚还有一个胖胖的男伴 不多久 这个神秘的男伴就现身了 原来所谓的男伴 是死者的私人律师 捆绑死者双手的 正是他的领带 律师说 凯瑟琳靠着碰瓷餐厅发家致富 并且以此来威胁餐厅的老板和厨师 陪他睡觉 昨晚凯瑟琳又在宴会上 盯上了老板托尼 律师觉得勾搭老板 对他们打官司没有好处 于是他强行拉走了凯瑟琳 两个人也为此大吵了一架 死者是他的摇钱树 于是律师适合又去公寓 找凯瑟琳道歉 顺手将领带扔在了桌上 但被凯瑟琳赶了出去 律师坦言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以前是玩恐龙的 不玩仗于这种低端生物 言下之意便是 他不是凶手 与此同时 那些虫乱也终于孵化了 这些是丹尼最爱吃的爬虫 可这东西 怎么会爬进死者的耳朵里去的 胡姐再次带来了关键线索 原来餐厅的老板托尼改过名字 他的真名叫做拉里 五年前 死者和他的律师宣称 托尼卖的食物不干净 连手搞垮了他的餐厅 可托尼从来没有向警方提起过这段经历 原来当年托尼的案子 是通过双方律师在庭丸和解的 所以托尼和死者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是他后来在报纸上 看到了死者的照片 巧的是 他在昨天的晚宴上 恰好遇见了死者 托尼知道死者的德行 这货一定又是奔着碰瓷来的 托尼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他知道死者对自己有意思 于是特意带着昆虫点心 来到了他的公寓 两个人先是缠绵了一番 随后托尼捆住了死者 蒙住了他的眼睛 开始为他吃东西 死者开始吃得很享受 直到托尼掏出了一只小章鱼 他故意没有绑好章鱼的处须 导致章鱼入渴的那个瞬间 吸住了凯瑟琳的喉咙 他就这么静静地 看着凯瑟琳窒息死去 事后托尼掏出章鱼 生死东西离开了现场 可他却不小心遗漏了一条千足虫 这条虫子爬进了死者的耳道 在他的耳朵里产下了一堆卵 托尼控诉道 凯瑟琳死有余辜 五年前因为他的诬告 托尼名声尽毁 餐厅也破产了 他妻离子散 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东山再起 托尼能怎么办 难道正有那个八婆再来毁他一次吗 话说韩国每年不知道吃章鱼 闹出多少人命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按下了结 丹尼这一次吃上了饮 特地为同事们准备了米虫意大利面 炖蚂蚁肉串 还有油炸大蜘蛛 同事们都下不了嘴 唯有林塞端起大蜘蛛 啃得津心有味 林塞与丹尼秩序相投 两个人越来越来电 听说炸蜘蛛的味道就像是螃蟹 不知道真的假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剧里的熟面孔 厨师托尼的扮演者叫做凯文拉姆 他在CSI Miami第七季第21集中 饰演一名整容医生 绝望主妇第四季中饰演常驻角色Lee 广告狂人中饰演泰德 炮律师的扮演者是金牌绿燕 文恩·奈特 他客串过的影视剧实在太多了 不过最知名的还是侏罗纪公园里 爱吃又懒惰的程序员 因不满老板给他的薪水 他关闭了安全系统 盗窃走了恐龙胚胎 最终恶有恶报 一个人知识 文恩·奈特在成为演员之前 是个很厉害的私家侦探 男人正在刷牙 面前的水龙头却流出了烟红的鲜血 不只是他 隔壁的女住客也被淋了满身满脸的鲜红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公寓楼顶的水箱 浑浑的水箱里泡着一具女尸 鲜血症源源不断 从他的手腕渗出来 这座水箱很高 容量也很大 据了解 死者叫做史黛西 是这栋大楼的门童 也就是看个门 帮忙做个登记啥的 公寓的主管很喜欢死者 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喜欢他 楼顶就好似于开放的休闲中心 每个住客都可以上来 值得意的是 这栋大楼似乎被诅咒了一半 在过去的十年 一共有六个人神秘死亡 而史黛西就是第七个 警方放光了水箱里的水 史黛西静静地趴在底部 他穿着水绿色的袜子 手腕被割开 伤口又长又深 里面还卡着一块玻璃柴子 水箱外的沙坑里有几个脚印 林塞为这些脚印做了导魔 尽管现场的血迹不少 但史黛西并非失血而死 他是被活活淹死的 也意味着他进入水塔的时候还活着 将一个大活人扔进水箱可不容易 除非凶手把史黛西迷晕了过去 只见史黛西的胸口 还有个注射过的针眼 并且他生前与人发生过关系 体内还残存着男人的小蝌蚪 法医在史黛西的伤口中 取出了更多的玻璃碎片 手腕上的伤口呈现拉锯式的切割形态 这种伤会导致血液大量喷溅 可水塔外的血迹并不多 这意味着史黛西不是在天台被割伤的 老法医的眼睛好特别啊 想要 这些都是过去十年 前六位受害者的新闻报道 他们的死亡也都成了离奇的悬案 林塞去了一趟死者的公寓 他的门框上有血迹 垃圾桶里有一束鲜花 和一个用过的套套 里面的小蝌蚪 与死者体内的男性DNA吻合 但门框上的血迹 却属于另外一名男子 鲜花上有鼻涕与血迹吻合 却与套套里的小蝌蚪不相符 这意味着 死者的公寓曾出现过两名男性 一位跟死者发生了关系 另外一个给他送了花 还流了血 麦树想起房子的主管 恰好对花花草草过敏 一直不停地打喷嚏 原来主管与死者是一堆恋人 案发当晚 他带着鲜花去看望死者 不想看到了垃圾桶里的套套 那一刻 主管的内心无味杂陈 争执中 史丹西将他赶出了公寓 还用门夹上了主管的手 主管被戴了绿帽 自然很生气 如此一来 他就有了杀人动机 值对提的是 死者的公寓里 有他与小女孩的合影 种种迹象都预示着 死者还有个女儿 可主管从来没有听说过 史丹西有什么女儿 独立检测结果显示 死者生前被注射了大量的马飞 剂量超过了医用处方的十倍多 而他伤口中的玻璃茶子 是每家住户都标配的彩色玻璃 经过走访 只有住客奇莫家的玻璃 刚刚碎掉了 奇莫是一位医学博士 他有途径搞到马飞 奇莫一生自称 那天一回来 就看见窗户被人打碎了 他以为是邻居家的 熊孩子恶作剧 也就没有在意 他看上去非常疲惫 甚至一再阻止 麦书搜查自己的公寓 可麦书是带着搜查令来的 林塞在医生家的窗户上 发现了血迹 衣柜里的鞋底 有水塔边的沙土 墙上的橡框上 粘着女死者的头发 抽屉里藏着一大盒马飞 马飞 玻璃 鞋子 所有的杀人证据都集齐了 几乎没有反转的可能性 可医生为什么要杀死一个女门童呢 医生是个瘾君子 长时间没有注射马飞 让她的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眼泪鼻涕糊了一连 医生是纳洞楼的长期住户 过去的十年内 有六位住客离奇死亡 其中三起的案子中 都有医生的名字 医生自称不认识死者史黛西 可她家中的通话记录显示 医生曾不止一次 拨打过史黛西的电话 并且史黛西体内的小蝌蚪 正是来自于她 医生听把惊呆了 她说自己跟死者没有过任何交集 更别说发生关系了 可她又无法解释 为什么家中的玻璃上 有死者的血迹 为什么曾给死者打过电话 为什么死者的体内 有她的小蝌蚪 弗拉克怀疑 医生与死者是婚外情关系 她强迫医生离婚 于是医生在家中揍了死者 给她注射了马飞 再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史黛西 扔进了水箱 可案发时 医生正在医院 有超过50米目击者 都可以为她作证 她鞋底虽然有屋顶的沙土 可她随时都能去那 并不能证明那些沙土 是她杀人时采到的 相框上除了死者的头发 还有一枚清晰的指纹 于是脉数溶解了这枚指纹 指纹上的油纸 能够清楚显示留下的时间 医生最后触碰那个相框的时间 在28天前 也就说 相框与死戴西的死无关 可既然如此 死者的头发 为什么会出现在相框上呢 只有管理员 也就是史戴西的男友 才拥有每户人家的钥匙 能自由进出医生的公寓 为了研究水塔边的脚印 林赛和丹尼 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因为林赛的体重 与死者相当 如果医生当时抱着死者 走进水塔 那么留下的脚印深度 也会不一样 然而沙克里的脚印 却比实验造成的脚印 潜移盈存 这也意味着 当时医生的怀里 根本没有抱着死者 脚印的重力 全部集中在脚趾 而不是脚跟 意味着凶手的鞋子 并不合脚 卖出在鞋子里 发现了水绿色的纤维 这正是死者脚上的袜子纤维 原来凶手不是医生 而是死者故意穿着医生的鞋子 在水箱边溜达了一圈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我们再次将视角 倒回到过去的十年 发生在那栋楼里的六起名案 其中一起的受害者叫做吉娜 她在四年前 不小心被活活也死 吉娜与死者史戴西 有13组等位基因相同 原来她是死者的女儿 那一年 吉娜呼吸困难 听到呼吸的医生 第一时间冲进来 给吉娜做急救 可她当时因为嗑药神志不清醒 她用力压碎了吉娜的肋骨 导致肋骨刺入心脏 吉娜当场死亡 听到女儿死讯的史戴西 辞掉了原本在报社的工作 跑去那栋大楼做了门童 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调查医生的生活习惯 史戴西假意与管理员谈起了恋爱 偷走了她的钥匙 进入医生的公寓 偷走她使用过的保险套 制造自己与医生暧昧的假证据 昨天她趁着医生不在 再次偷走了医生的鞋子 在水箱边留下了几个鞋印 她知道医生是个瘾君子 于是偷了医生的马飞 给自己注射了超过处方剂量的十倍多 随后打碎了医生家的窗户 割破了自己的手腕 最后她用谨慎的意识 亮亮枪枪爬上了水箱 一头栽了进去 她做这么多 只是想陷害医生罢了 当年女儿被医生误杀 她的生命也早就随着女儿一起逝去了 警方还了医生清白 同时将她嗑药的事情 告知了医疗委员会 这活每次都是嗑药后治病救人 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命 所以史戴希直接杀了医生不行吗 怀弱抹角 只换了医生被强制性戒毒 真的值得吗 或许她知道医生的初心是好的 直到最后都没有忍心伤害她 这件事最惨的还是管理员 从头到尾都是被利用的对象 谁没有为爱侵犯过啥 岂能尽入仁义 但且无愧我心 很多人觉得这集故事 影射了轰动意识的兰可尔事件 可实际上这集故事的拍摄时间 在2005年 而兰可尔事件发生在2003年 与这集故事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过艺术来源于生活 所以国外是很流行把尸体在水箱里嘛 值得一提的是 试验恋爱脑管理员的 是职业匠由尼克奥弗曼 2005年 因在冰雪豹第二季中 试验卡尔而为人熟知 今年1月 他还在最后的生还者 第一季第三季中试验比尔 是个很爱讲冷笑话的幽默大叔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一处公园 一位年轻男子 被铁帘绕住脖颈 呈现非常平静的跪姿 男士的脸上 有很多被殴打的伤痕 凶手下手很猛 甚至勒碎了小伙的环状软骨 从事班推测 他的死亡时间不到六个小时 手机和钱包都还在 证件显示 死者是23岁的阿本 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摄影师 凶手不但打伤了他的脸 还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 一旁的沙坑里 有不少喷溅血迹 凶手与他在沙坑里搏击 在沙坑外将他勒死 这些黏着血的沙子 沾满血迹的铁链 以及死者布满手印的T恤 都被送到了实验室 然而凶手是戴着手套的 并没有留下指纹 死者的手机里 全是一些角度刁钻的偷拍照 照片的主角 都是同一位朋克女孩 于是斯戴拉找到了 照片里的女主 这位酷似甜真的姑娘 打扮得非常时尚 她穿着一件造型别致的 流速牛仔裤 不过姑娘并不认识死者 因为这些角度 全部来自偷拍 斯戴拉调查到 死者所属的传媒公司 非常有名 原来阿本之所以偷拍姑娘 是为了捕捉时尚 剽窃路人们的服装设计 一些时尚公司 愿意花上百万美金 采购这些戒牌 可她也只是正常工作罢了 偷拍虽然可耻 但罪不至死 凶手为什么要动手杀人呢 死者偷拍的照片中 出现了一位搭讪的男子 男人开着小车 于是警方通过车牌号 找到了另外一家 时尚传媒公司 公司的老板叫做老杨 他预思着阿本的公司 是竞争对手 照片里的男人是老杨的雇员 和阿本一样 老杨的雇员 也在到处拍摄时尚女郎 他有信心 一定能比阿本的公司 更早捕捉到时尚元素 老板来自小国多米尼加 那里的原住民 天生动手能力强 喜欢自己改装衣服 也是他最早发现的田正 田正别致的牛仔裤设计 将会成为未来 最流行的时尚单品 斯特拉和丹尼根据老杨提供的信息 找到了照片中的雇员 这位雇员叫做斯坦顿 他的脸上和手上 同样带着伤 斯坦顿和死者 分别为不同的时尚公司工作 并且都盯上了同一个姑娘 两个人有些小摩擦很正常 X光片显示 原来阿本丢失的牙齿 被他吞进了肚子 法医在他断裂的牙根处 发现了一小块皮屑 这是一块动物皮革 斯坦顿的手指有伤口 这是牙齿的割伤 可这也只能证明斯坦顿揍了死者 并不能说明是他勒死的阿本 案发地是一个体育场 当时在这里玩耍的年轻人很多 可他们全部同一口径 说什么都没有看到 舍口如瓶 是这些新移民心照不宣的默契 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纽约警察 于是丹尼找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头头 他和头头塞了一场手球 迎来了这些年轻人的口供 原来案发当晚 有人看到死者正和斯坦顿在一起 警方靠着这些口供 成功申请到了搜查令 小黑抽取了斯坦顿伤口中的组织液 在其中检测到了死者口腔里的细菌 是斯坦顿最先发现了田振女士 并拍下了她时尚的牛仔裤 却不想阿本瞧见之后 也开始偷拍姑娘的时尚穿搭 他这样不守规矩地横插一脚 对斯坦顿的公色是致命的 斯坦顿承认为此狠狠揍了阿本 可他离开时阿本明明还活着 强势的律师打断了警方的问话 对斯坦顿十分不利 直到现在 警方也只能证明斯坦顿殴打过死者 并不能证明他勒死人 还记得沙克里的血迹吗 经比对 这些血迹既不处于死者 也不处于斯坦顿 但是DNA中低期未典的等位基因是15.2 这是某个少数民族的特有基因 这种特殊的基因 只存在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某个岛屿上 原来凶手是斯坦顿的老板 也是时尚公司的负责任老杨 辞职口中的动物皮革 正是来自老杨的真皮表带 当时斯坦顿约阿本打了一家之后就离开了 但是老杨越想越起 他回到现场 继续约阿本缠斗了起来 他的血迹溅到了沙坑里 随后老杨又用铁链 绕住了阿本的脖梗 将他活活勒死 原来老杨一直将那块地区 当成自己的地盘 那块地区上全是贫苦的新移民 他们每次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时尚元素 老杨正是靠着拍摄这些人的时尚装扮 一步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公司 可没想到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 阿本的传媒公司 也开始到他的地盘来偷拍 他想不通 这么大的公司 为什么非要和他来争夺这一亩三分地 可这大街上也没有加盖啊 你可以拍 凭什么别人不可以呢 偷拍本就是剽窃他人服装设计的灰色地带 还非要争处个高低来 闲得蛋疼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为大家盘点一下剧里的熟面孔 酷似甜真的姑娘 由时尚达人丹尼拉·阿龙所誓言 现实中的她曾是知名杂志的封面模特 后来成功转型为一名演员 并遭2007年 相继主演了《隔山游眼2》 和《知名弯道2》两部重可谓电影 一部成了被反复蹂躏的幸存者 另外一部成了被弓箭贯穿的炮灰 这是北美的时尸甲虫 也被称为大自然的青道夫 然而前来观摩的孩子却发现 饲养甲虫的大缸居然是空的 原来大缸不知道被水打开了 数以千奇的甲虫正涌向野生动物展馆 一具女士躺在人工草丛里 已经被甲虫啃食了一大半 纽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这里是纽约当地的博物馆 四肢的脸已经被吃掉了 辨别不出相貌 身旁有一页漫画的手稿 凶手特意释放甲虫来毁尸灭迹 大拉在甲虫爬动过的路线上 发现了一点白色粉末 凶手将现场打扫得很干净 却无法掩盖事迹下的血迹反应 林赛负责甲虫 法医出身的小黑 则负责被吃了一半的尸体 麦书彻查了博物馆的员工名单 原来死者是博物馆的拥有者阿美 馆长悲伤地说道 阿美是家族的继承人 她非常努力 也非常优秀 斯大拉在武器展馆内 发现了阿美的证件 展台上摆放着几件古老的兵器 其中一只凿刀上有微量的血迹 麦书突然听见角落传来动静 当即追了上去 只见一个可爱的小萌娃 躲在小小的缝隙里 为了打消萌娃的顾虑 麦书将自己的警徽扔了过去 小时候父母常教育我们 有困难找警察 萌娃终于放下了戒心 她的手里拿着一本漫画 口袋里有一只甲虫在蠕动 麦书很清楚 男童一定去过案发现场 想要确定阿美的死因 就必须要剔除死者全身的皮肉 所以林塞干脆将爬满甲虫的尸体 扔在一旁 任由甲虫自主进食 不多久 四肢的妹妹小美 就带着她的男友来到了医院 阿美这么有钱 妹妹和妹夫首先想到的 就是绑架杀人 至于案发现场的萌娃 夫妻俩表示从未见过 妹妹甚至很着急地 想要叫醒孩子 逼她说出看到的一切 麦书很神奇地下达了逐科令 实验室内 Stella一个检查了现场的甲虫 以及古董凿刀上的血迹 凿刀上有枚清晰的指纹 经比对 指纹来自博物馆的修理工何赛 与此同时 小萌娃已经苏醒 可她显然被吓坏了 始终不愿开口说话 萌娃的脸上有伤 瘦弱的手臂上有块瘀青 瘀青上的花纹 与死者的戒指相吻合 开来萌娃不但目击了凶案现场 甚至还与女死者纠缠过 孩子现在是凶案的重要证人 可直到现在 都没有人来认领这个孩子 或许她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 麦叔带着男孩来到警局 萌娃停在了自动售货机前 指着里面的巧克力挪不开步子 麦叔个大直男 觉得那是垃圾食品 拒绝给孩子买 男孩倒也乖巧 他安静地坐在一旁 翻看自己的漫画书 原来尸体旁的漫画 就是书里的其中一页 就在此时 斯戴拉恰好抓到了修理工何赛 凿刀上的指纹 正是来自于她 何赛撇进了萌娃 你说巧不巧 何赛居然就是萌娃的爸爸 画面转到厌尸房 由于甲虫吃得不够干净 小黑和老法医只能另辟蹊径 给阿美整了一锅化石水 尸体在池子里泡着 下面蹭蹭点着火焰 不多一会儿 借给阿美煮的骨肉分离 接下来便是剔肉 浇上氨水进行去油处理 一具香气扑鼻的大骨 终于出锅了 颅骨的底部有一处创伤 原来阿美的死因 是尖锐物品击中脑干 造成的呼吸系统瘫痪 凶器正是那把古董凿刀 何赛解释道 每当博物馆关门之后 她都会爱纳不住好奇心 把玩这把凿刀 这可是14世纪的古董 价值连城 斯大拉猜测 一定是阿美发现了她的违规行为 想要开除她 何赛一起之下 便捅了阿美 而孩子正是目睹了父亲的杀人经过 才会逃走到 何赛当然不承认 她说死者对自己和孩子很好 孩子从小就在博物馆玩耍 她觉得孩子在那里很安全 也就没有多在意 要说萌娃的身世也很奇怪 纽约档案库中 居然没有她的出身记录 并且DNA比对结果显示 萌娃并不是何赛的亲生儿子 难道孩子是她领养的 曼淑比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被亲生父母遗弃 而唯一的养父 现在也沦为杀人一凶 孩子依旧默不作声 翻看着自己的漫画 漫画的主角是个无父无母的小男孩 她生活在日本的京都 男孩东躲西藏 有个坏蛋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抓到男孩 甚至掏出金钱来引诱孩子 就在男孩被逼到走投无路 一位武士突然从天而降 最终 武士杀死了坏蛋 救出了小男孩 林塞和小黑来到了死者的住处 刚进门 就见一个陌生女子躲在了厨房里 她守着冰箱 一脸的不知所措 警方以为她是个小偷 可桌上的合影却显示 这个女人就是男孩的母亲 女人的指甲里还残留着新鲜的血迹 警方抓走了女人 随后在死者的家里 发现了萌娃的收养文件 上面显示 刚才的女人叫做艾拉 为什么萌娃的养母 要闯进死者的公寓 带着这个疑问 林塞打开了冰箱 在其中发现了一管血液 看来这就是艾拉想要偷走的东西 原来艾拉指甲里的血迹 来自男孩的养死俄赛 只不把孩子弄丢了 艾拉便气得把他给饶了 至于死者家的收养证明 居然是个赝品 死者是个富婆 她在七年前雇佣了和赛当修理工 又在两年前雇佣了艾拉 随后伪造了收养证明 将小萌娃托付给了这对工人夫妻 可死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冰箱里的血液是萌娃的 DNA比对结果显示 萌娃居然是死者的外甥 也就是她妹妹的孩子 先前妹妹曾带着男友 来到医院看望孩子 妹妹的名声不太好 她是个人尽皆知的骗子 妹妹开了一家画室 悠闲得不得了 萌娃正是继承了她的基因 才会如此喜欢漫画 原来因为妹妹品行不端 当初父母离世的时候 将所有的家族产业都交给了阿美 妹妹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男友搞大了肚子 后来男友因为贩毒 坐了好几年老 妹妹也在此期间 生下了小萌娃 阿美觉得妹妹无法做个好母亲 便替小萌娃 找了一堆善良的养父母 和赛和艾拉 后来男友刑满出狱 与妹妹再续前缘 妹妹再次恋爱脑上头 想要回孩子 与男友组建一个小家庭 可一个身染毒瘾的老混混 怎么可能当个好父亲 死者坚决不同意交出孩子 尽管妹妹很生气 可她坚称自己没有伤害姐姐 并且案发当晚 她都和男友在一起 哪都没去 曼叔笨拙地为孩子准备午餐 孩子再次指着贩卖机 索要巧克力吃 没有孩子的男人就这么古板 曼叔觉得那都是垃圾食品 巧克力不给吃 饮料也不给喝 由于萌娃目击了整个凶案现场 于是曼叔引导孩子 想让他叙述凶手的相貌 不想孩子混淆了现实与漫画 将记忆中的凶手 描绘成了漫画里的大反派 原来孩子把自己 当成了漫画中的主角 凶手是故事中的反派 死者则是拯救了自己的武士 通过漫画中的情节推测 当时凶手想要带走萌娃 死者拼死保护孩子的安全 萌娃如同故事中的小男主 拼命逃命 他躲在角落 在这里偷吃了很多巧克力 直到曼叔发现了小萌娃 可一个小孩子 哪来钱买这么多的巧克力呢 曼叔想起漫画中有个情节 那就是坏蛋想要用金钱 引诱孩子 正如同现实里的凶手 他想用美金 引诱萌娃出来 不想小萌娃拿了钱之后 还是跑了 孩子曾一次又一次 指向了贩卖机里的巧克力 就是想提醒曼叔 他用凶手的钱买了巧克力 只是孩子太小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于是曼叔拆开了博物馆里的零食贩卖机 在其中发现了一张 带着血指纹的现金 金鉴定 这枚指纹来自妹妹的混混男友 现场以及甲虫身上发现的粉末 是印度神药 用来治疗布举的 原来布举男因为常年吸毒 早就生不了孩子 小萌娃是他唯一的血脉 于是他来到博物馆要回孩子 遭到了死者的激烈阻止 布举男只能杀死了唯一的绊脚石 随后与逃走的小萌娃展开了追逐 实际上布举男并没有多在意孩子 他只想靠着小萌娃的血脉 获得巨额的抚养费 毕竟萌娃是阿美的外甥 这家人可有钱了 本以为阿美死了 品行不断的妹妹 就能飞上这头当凤凰 不幸阿美早就立下了遗嘱 她将大部分的遗产 送给了萌娃和她的养父母 妹妹明知道男友会杀死姐姐 却依然默许她的行为 还替男友做假的时间证人 就凭这一点 麦树绝不允许妹妹 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兴奋地扑进养父母的怀抱 阿美是个好阿姨 也是他们一家的恩人 麦树百感交集 若不是麦嫂死得早 麦树现在也该当爹了 故事中的漫画是70年代 由著名漫画家小池一夫 和小岛刚熙共同创作的 戴子熊狼 讲述一位带着孩子的武士行走江湖 一边充当杀手维持生计 一边要与追杀者周旋到底 1972年 这部连载漫画 被改编成了同名系列电影 影片充斥着黄色与暴力 画面很重口 但剧情还算精彩 小萌娃的扮演者 叫做马克斯·伯克霍德 她出生于1997年 出演这集故事的时候 刚刚八岁半 203年 10年16岁的萌娃 出演了人类清除计划 在片中饰演男主一家的儿子 她的心思手软 差点为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也是她的一念之人 为家人求得了最后的神迹 实验她亲生母亲的 是非著名演员 玛丽娜·布莱克 她是秀兰·邓波尔的亲侄女 也是著名编剧 大卫·斯高耶的妻子 1998年上映的神作 《遗魂都市》 2005年上映的《蝙蝠侠三部曲》 以及2006年上映的 《弗兰迪大战杰森》 甚至连去年大火的奇幻剧 吉尔摩德尔托罗的《奇斯妙祥》 都是她丈夫的编剧作品 她丈夫还是电子游戏 使命召唤 黑色行动的编剧 是个真正的大佬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一处建筑工地 一名男子 莫名其妙死在了这里 他叫做吉米 是一名股票经纪 除了脸上有些瘀青 T表并没有其他伤口 新胶着的混凝土上 有几道长长的痕迹 中心有个为地漏流的大洞 四肢的手心有根黑色纤维 事件结果显示 吉米是死于窒息 他的嘴里以及喉咙 全是泡沫的填充材料 所以凶手曾往他的喉咙里 灌满了填充泡沫 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变成固坛 堵塞几米的气管 丹尼想起先前在案发现场 恰好发现了填充机的罐子 于是他一头扎紧了实验室 在罐子上提取到了两组指纹 经比对 其中一组来自工人乔治 乔治是个有暴力前科的假示范 他吐槽死者 昨天莫名其妙 打碎了他的车窗 乔治生气急了 便像抓小鸡一样 把死者拎起来揍了一顿 不过人出手挺大方的 当即赔了他300块钱 既然如此 乔治自然没有杀人的必要 再说填充缝隙是乔治的工作 所以罐子上有他的指纹很正常 话说死者一个有钱的精英 为什么会出现在工地上 为什么要砸烂乔治的窗户 丹尼在破碎的车窗里 找到一块白色物质 精化液 这是高尔夫球上的塑料皮 死者衣服上的黑色物质 是球杆上的碳塑纤维 综上所述 吉米生前正在工地上 打高尔夫球呢 话说打球应该去高尔夫球场啊 我差又弄啥嘞 联系先前水泥地上 几道长长的痕迹 以及地漏上的大洞 原来死者这是跑工地上 练推杆来了 选着这条线索 丹尼从地漏里抠出了一颗球 球上除了俱乐部的logo 还有一个缩写为FOB的名字 于是丹尼和弗拉克 找到了这家俱乐部 据球友回忆 死者喜欢打一种都市高尔夫 顾名思义 就是在城里打球 球落到哪里 就从哪里接着打 他们在城市里飞檐走壁 一直到球进洞了 才算获胜 俱乐部一共有100多名会员 各个都是事业有成 工作清闲的有钱人 其中有个叫做哈里的会员 正在参加戒酒治疗 他参加的戒酒会叫做Friend of Bell 缩写字母正是FOB 也就是那颗戈尔夫球上的名字 原来凶手正是哈里 撕着嘴里的泡沫上有个指印 这个指印正是来自于他 而泡沫罐子上的第二组指纹 也是哈里的 俱乐部的记录显示 昨晚哈里正跟死者一起比赛 原来两个人在都市里飞檐走壁 一路把球打到了建筑工地 眼看着距离洞口只有一步之遥 哈里本来是赢定了 可死者不停在他耳边 得逼得得逼得 话捞个不停 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话的 哈里本身就因为戒酒 情绪不稳定 他实在忍无可忍 捡起地上的罐子 就给他拦伤了两口填充剂 他只想让金迷闭嘴罢了 可等他反应过来 大错已经铸成 话说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一直有个人在你耳边 不停地啰嗦 谁不活搭 有钱人的生活 就这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 哪像普通社畜 天天光是搬砖就累了个半死 哪有空打球啊 医生推着病人 急急忙忙 冲进了医院 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 刚才还垂危的病人 居然神奇地坐地而起 他立马换上变装 往裤裆里塞了两把枪 随后两个人来到楼顶的停机坪 一架运送人体器官的直升机 刚刚准备 时间掌握得正好 两个歹徒毫不留情 打死了护送器官的医生 天光萌萌亮 妈咪警局就收到消息 移动大楼的天台上 发现了直升机 弗拉克和丹尼当机带队赶到现场 怎么 CSI一个见证科连结计都要管啊 只见飞行员被胶带捆住了手脚 头部重伤 幸运的是 他只是晕过去了 不多久 人们又在事发医院的大楼外 发现了第二具尸体 他正是飞机上的实习医生 昨晚两名歹徒 劫持了这架医用直升机 他们先是杀死了医生 随后劫持飞行员 来到另外一栋大楼 再将飞行员捆住手脚 打晕了过去 他们的目标并非飞机 也不是为了害命 而是为了抢走 装置人体肝脏的容器 丹尼很快为直升机 进行了取证工作 在驾驶舱 提取到了几枚指纹 捷匪们降落之后 带着人体肝脏 开车离开了现场 由于走得匆忙 车灯蹭到了墙壁 留下了一地玻璃茶子 另一边 验尸工作也在 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死者时 实习生多米 他被一枪贯穿夜下 子弹由夜下进入 再由胸口穿出 撕裂了他的幼性室 造成了严重的内处血 伤口很完整 意味着子弹没有炸开 耽误这急事 他们必须要找到这颗子弹 警方来到了事发医院 蒙特医生指向了一旁的病人 他解释道 被抢走的肝脏 本该医治给这位病人 如今肝脏没有了 这无疑是给病人宣判了死刑 身为主治医生 蒙特医生本该亲自去停机坪 接收这颗肝脏 可奇怪的是 蒙特昨晚并没有出现 蒙特解释道 那是因为他昨晚太忙了 忘记了 护送器官的行程并不是什么秘密 除了蒙特医生 知道那颗肝脏信息的人多了去了 要知道合适的器官来之不易 这也会驱使不少病人 为了保命停而走险 蒙特说道 肝脏的活性只能在保持12个小时左右 如果麦树不能尽快找到肝脏 他的病人怕是只能等死了 警方在停机坪上发现了血迹 当时劫匪逼迫多米放下肝脏 多米逃走时不慎中了一枪 整个人从楼顶摔了下去 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 根据学习的形态推测 这颗子弹大概率掉进了楼下的硬井里 然而这硬井这么深 他们又该如何取出子弹 你说巧不巧 马路对面恰好有个流浪汉 正在用自制的吊具 从硬井里捞小硬币 流浪汉自豪地说道 他每天能从下水道里 捞30-40美金呢 运气好还能捞到钻戒什么道 于是卖书掏出锦灰 强行征用了他的工具 就这样 他们终于在流浪汉的帮助下 捞出了这颗子弹 子弹被送到了实验室 就在此时 小黑带来消息 被杀死的实习医生不叫多米 他的真名叫做阿伟 是个儿科实习医生 死者为什么要冒用多米的签名护送肝脏 真正的多米又去哪了 寻找这条线索 警方在另外一家医院 找到了真正的多米 多米解释道 本来他昨晚要去看球赛的 不想领导突然临时安排 让他去护送肝脏 多米不想错过球赛 只能委托死者冒充自己的签名 帮忙带个班 仅此而已 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 如果不是他临时撬班 昨晚死的就是他了 想到这里 多米一阵后爬 丹尼扎进了实验室 他在捆绑飞行员的胶带上 发现了乳胶手套的一部分 上面残留着一小块指纹 同为医学生出身的小黑 甚至考上医生有多不容易 他不觉得多米会为了 贩卖器官自毁前途 更别说害死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相信多米是无辜的 不管是飞机上的指纹 还是死者的衣服上 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两名劫匪是专业的 但是他们要先进入医院 然后爬上屋顶的停机坪 这些都需要有内鬼接应 更奇怪的是 他们杀了护送器官的阿伟 却留了飞行员一命 或许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杀人 而是突发了什么意外情况 才让他们失手杀了阿伟 很快子弹的匹配结果出来了 达斯阿伟的子弹 也曾出现在了一周前的 一起抢劫案中 当时警方抓住了一位 女犯人克里斯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把枪 于是弗拉克来到监狱 找到了这把枪的原主人 克里斯对弗拉克很感兴趣 一直询问人家有没有女朋友 在弗拉克的引诱下 克里斯供述 他被捕前 将那把枪扔在了 64街的一个垃圾桶里了 他只记得垃圾桶是银色的 这位有几辆红色的自行车 户主驾驶金色的门铃 克里斯平时也就抢抢超是什么的 抢劫器官这么大的案子 他可不敢做 难道是凶手捡走了克里斯的枪 然后犯下了昨晚的凶案 凶手驾车逃跑时 撞到了墙壁 在现场留下了不少车灯碎片 一些经销商 会在车灯里架上独有的验证码 通过识别 这些碎片来自一辆奔驰155 车主叫做珍妮弘特 于是刑方马不停蹄来到了车主的住处 银色的垃圾桶 红色的自行车 金色的门铃 这就是女嫌犯丢弃枪的地方 原来这里是蒙特医生的住处 他的妻子得了严重的肝病 蒙特医生见警察发现了自己 撒腿就跑 弗拉克只能被迫陪他做起了有氧运动 好在蒙特不是骨科医生 自然打不过训练有素的警察 原来是医生雇佣两名劫匪抢走了肝脏 可没想到对方道义无道 他们扣下了肝脏反过来勒索一声 在医生的供述下 警方很快锁定了两名劫匪的身份 在闹市区把两个人都给抓了 那颗救命的肝脏被他们藏在后备箱里 都快捂得变质了 医生坦言 他的妻子也急需换肝救命 可等到合适的肝源太不容易了 他半辈子就此服伤 凭什么就不能让自己的妻子插个队呢 那天清晨 他恰好在自家垃圾桶里捡到了一把枪 医生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于是便雇佣了两个劫匪潜入医院 在交接肝脏的时候进行截胡 本来不会有人丧命的 可没想到劫匪失手把阿伟杀了 对方知道事情闹大了 便扣下了肝脏 开始勒索一声 那颗肝脏与妻子 以及等待遗址的病人都匹配 想要救活妻子 就必须要看着另外一个病人离去 如今肝脏没有得到不说 医生还必须要留妻子一个人 孤单单的离去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故事中 客串女囚犯克里斯的 是85后女演员艾莉·艾斯科 当年的她名不见经转 直到11年后的2017年 她在反恐特警组中 饰演克里斯阿卡索 才稍稍展露头角 小有名气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警局 她叫做瑞埃 是一名收入不菲的建筑师 之所以传唤她 是因为她跟三天前 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有关 死者是22岁的莉莉安 她被轮子上的钢丝插穿了脖子 戴姐和林塞回忆起了当时的一幕 案发地是一条肮脏又潮湿的隧道 莉莉安打扮得十分性感 这不由让警方怀疑 她可能是一名战监女 死者的衣服上 黏着一片叶子 身上有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就是瑞安的 起初瑞安一直狡辩 说自己不认识莉莉安 直到戴姐拿出了通话记录 瑞安在过去的一周 和莉莉安打过三次电话 每次通话都长达20分钟 既然自己被识破了 瑞安起身就要走 为什么急着走啊 是不喜欢女死者的造型吗 戴姐讽刺地说道 莉莉安很漂亮 身前与人发生过关系 没有反抗过的迹象 但并不代表她是自怨的 因为莉莉安的脑印磨下出血 因为这她被侵犯的时候 可能晕过去了 林塞没有在轮子上提取到指纹 或许莉莉安是没有站稳 一个失足自己摔在了胸致上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在深夜的隧道里 斯戴拉来到了莉莉安的住处 隔壁住户正在粉刷墙壁 整栋公寓充满刺鼻的涂料味道 死者的电话费有点超支 看来她很喜欢包电话粥 不止如此 她的抽屉里有好几十张不同男人的名片 莉莉安生前 一共与两个男人发生过关系 这两个男人或许就隐藏在这对名片里 斯戴拉查询过莉莉安的账户记录 她并不是站街女 而是一家餐厅的女招待 这也意味着她有很多机会拿到男人的名片 结合死者的通讯录 这些名片中 一共有八个男人跟莉莉安通过电话 但是没有一个男人主动联系过莉莉安 更像是你死者在单方面骚扰她们 这八个男人中 其中五个有不在场证明 再排除掉一个马上风 自然死亡的高龄老者 最后就只剩下瑞安 一个兽医 还有一个律师 这三个人最有嫌疑 他们要做的 就是确定谁去过案发的那条隧道 首先是瑞安 一个建筑师 被当成色情狂反复审问 多多少少有点伤自尊了 三个男人的口供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他们从未见过死者 原来莉莉安从餐厅拿到了他们的名片 然后主动打电话勾引他们三个 莉莉安有心理疾病 她沉迷于电话用啥爱 有妹子主动挑逗他们 三个男人再没有拒绝的道理 就这么断断续续 和死者聊了好几个月 他们只是将女死者的电话 当成一种心理安慰 甚至从来没有面积过 当然这些只是一面之词 斯戴拉要来了瑞安的外套 在她的衣摆上 发现了一片叶子的印记 叶子就好似人的指纹 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 这片印记 与死者身上的叶子严丝和缝 原来案发当晚 瑞安去过隧道 事与至此 瑞安只能修改了口供 原来她不再满足于电话 便提出想要和死者见上一面 见面的地点是厉厉安定的 两个人在隧道里激情交换了细菌 完事后 瑞安就离开了 她发誓 当时莉莉安明明还活着 莉莉安生前一公与两个男人发生过关系 如果瑞安是无辜的 那么凶手一定是另外一个男人 莉莉安每天都会利用工作的便利 从前台偷走男客户的名片 迄今为止 她勾引的男人至少有20多个 丹尼分析 莉莉安就像是女王 她操控着这些男人 男人们也都乐重于当个俘虏 很少会有俘虏会杀死女王来获得快感的 所以凶手未必是死者熟悉的男人 说不定是个陌生人 丹尼说的果然没错 实验室已经完成了DNA检测 死者体内的两组男性DNA 一组属于瑞安 另外一组可能来自凶手 其中瑞安的峰值 要比另外一组低很多 这意味着瑞安排在凶手的前面 并且凶手的DNA 在数据库中也有记录 她叫做鞭台 是个有过多次侵犯记录的禽兽 在第二集第一集中 鞭台反复侵犯了艾登的好友 可因为她每次作案都十分小心 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即便知道是鞭台做的 警方也无法抓住她 反倒害得艾登因为伪造证据 被卖术开除了 鞭台是个油漆工人 斯大拉记得先前去死者家取证的时候 隔壁正在粉刷墙壁 原来鞭台正是工作的时候盯上了莉莉安 她跟踪莉莉安出门 等瑞安离开之后 鞭台便冲上去侵犯了莉莉安 她对着墙壁猛砸莉莉安的脑袋 导致她脑硬磨下出血 温温沉沉 一头栽倒在了车轮上 斯大拉将检测报告交给了麦叔 麦叔曾向艾登承诺过 一定会帮她抓住这个变态 如今变态再次作案 手段也比以往更加残忍 即便如此 死者体内的DNA 也只能证明变态与她发生过关系 并不能证明她杀人 她究竟还要害死多少人 才会善罢甘休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还有个后续 这是关于建筑师瑞安的小插曲 瑞安和女死者明明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却爱反被连累 当成了杀人凶手 她不甘心被当成犯人一般反复盘问 于是开始苦修法律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四年之后 瑞安考上了纽约警察 做到了审讯桌的另一边 是不是很励志啊 关于瑞安的故事 大家可以一部可乐早期做过的合集 林叔妙叹 我就说瑞安后来怎么不乱搞男女关系 对未婚妻一心一意 原来是早年吃过大亏啊 记者们将橄榄球星围堵的水泄不同 就在此时 一位超行雄从天而降 镜头一转 刚才的超人居然挂了 他死在了不远处的小巷里 身旁的钱包里 有几张信用卡 但名字不是他 毕竟是纽约嘛 大拉堆死者这身奇葩的装扮 早已见怪不怪 不多久 警方就在两个街区外的电话亭 发现了死者的眼镜和随身衣物 这不就是超人影视剧里的标准模式吗 民风传播的纽约市 就差鬼没有见过了 警方很快找到了钱包的主人皮特先生 皮特先生回忆 他当时正在付极取款 恰好被抢劫番丁上了 若亏死者冒死救了自己 超人救了他的命 还帮忙追到了他的钱包 可惜皮特先生 再也没有机会向他说一声谢谢 老法医检查了超人的尸体 他的身上布满成就性的伤痕 切开这些伤口 老法医取出了玻璃铲子 旧刀片 还有一颗点二口径的子弹 有些伤口至少存在了三年以上 死者从来没有去过医院 而是忍着剧痛 自行缝合了伤口 而他体内取出的点二口径子弹 来自两年前的一起抢劫案 当年的抢劫犯声称 有个穿着斗篷的超人袭击了自己 他就跟个真正的超人一般 闯进了电话亭 换上了斗篷紧身衣 成个阳扇 小黑在他的衣服里 发现了不少玻璃柴子 亚当化验了这些玻璃 居然在其中发现了克 这个发现让他汗毛直立 看过超人系列的小伙伴都知道 克是超人的唯一克星 学验检测结果显示 超人生前长期服用力培铜和铃两种药物 一种是治疗抑郁症的 还有一种是治疗妄想症的 恰好警方在案发的胡同里 发现了一张处方 这张处方来自纽约精神病之家 难怪死者整天披着斗篷匡扶正义 原来他是个精神病 处方的落款是泰德医生 泰德医生承认 处方法来自他们的医院 但上面的签名并不是他 因为他从来不会私下 向病人出示药方 我的妈 这下连名字都对上了 25年前 克拉克被母亲送到了精神病院 理由是大脑发育迟缓 思维和交流功能混乱 也就是轻微智障 病院里还有一个强壮的护光浑豆罗 他平时负责病人们的日常起居 一个自理能力都有困难的精神病 却也整天想着怎么帮助别人 真是一个温柔又善良的病人 警方在他的房间里 发现了缝合伤口的针线 抽屉里放着很多信封 每个信封里都装有现金 死者伤口中的玻璃有磕 磕也是灯泡里的低压充气 原来死者用扫把 打碎了房间里的照明灯 这样外面的人 就看不见他溜出医院了 除此之外 斯戴拉还发现了一个空手刀的奖杯 这个奖杯并不是死者克拉克的 而是属于护光浑豆罗 原来克拉克很喜欢这个奖杯 温豆罗便把奖杯交给克拉克保管 他说死者还有一个叫做史蒂文的亲哥哥 哥哥每个月来探访死者一次 非常有规律 死者也会在那一天精心打扮 收拾好行李 满怀期待 等着哥哥带自己回家 只可惜哥哥从来没有带他回去 每次探视都是以争吵结束 想来也是 即便是亲哥哥 也很难带着一个智障回家吧 毕竟照顾他可不容易 这些都是克拉克的病友 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们 即便治理地狱常人 他们也能清楚地感知到 克拉克已经遭遇了不幸 他们口齿不清地一字一句说道 克拉克常说 有约是充满罪恶 他要出去伸张正义 死者被杀当晚 曾在自动提款机前 制服了一名劫匪 监控清楚拍下了劫匪的脸 弗拉克笑了 因为这张脸 他再熟悉不过 劫匪叫做卡特 被弗拉克抓过很多次 卡特嘲讽死者 就是个穿着斗篷的神经病 关键之后跑得还特别快 卡特被打断抢劫之后 又去了案发的小巷 从黄牛手中买了一张处方 有了医生的处方 就可以买到管制药物 这也是他除抢劫之外的副业 就这么巧 死者差点又追上了自己 卡特为了好大劲 才甩开了死者 至于卖处方的黄牛 他也不是很清楚对方的身份 只知道他在医院工作 劫匪的事情先放一边 小黑化验了死者房间里的现金 这些现金都是死者的哥哥寄来的 寄件地址是当地的邮局 每张现金上都沾着鞋油 如果没猜错的话 死者的哥哥靠着擦鞋为生 纽约有个擦鞋一条街 那个地方没有信箱 只有一个替流浪汉寄信的窗口 原来哥哥是个睡大觉的流浪汉 为什么哥哥不愿带着克拉克回家 因为哥哥根本就没有家 克拉克的智商只有几岁 他无法理解哥哥的窘境 每次都吵吵着要哥哥带他回家 争执中 护工以为哥哥想对克拉克不利 便二话不说 给了哥哥一种子 哥哥受了委屈 可他一个底层的流浪汉能怎么办 只能乖乖回家继续擦鞋 毕竟每个月 还要给弟弟寄生活费呢 原来兄弟俩从小就没有父亲 母亲酗酒成性 那一年哥哥十岁 克拉克只有四岁 他披着床单 模仿超人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哥哥一个没注意 克拉克就从窗台跳了下去 从此克拉克便成了智障 母亲不想照顾弟弟 便将他扔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扔就是25年 不久之后 母亲也因为酗酒葛屁了 兄弟俩从此就成了孤儿 哥哥拘无定所不说 还要惦记着弱智的弟弟 最后的最后 还要强忍悲痛 认领弟弟的尸体 卡特曾供述 他抢劫之后 又去小夏买了一张处方 处方上的签名是泰德医生 可经过比对 自己与泰德医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假冒处方上的字母T 比处有明显中断 这意味着 死者所在的精神病院 有人在冒充医生的签名贩卖处方 事件结果显示 克拉克死于大脑分散性的轴吐损伤 凶手一掌 劈向了克拉克的后颈 这是空手道里常用的格斗招式 手刀 这个力度没有多大 但因为克拉克的大脑本就受过伤 所以这一剂手刀 对他而言是致命的 整个精神病院只有护工魂斗罗符合凶手的所有侧鞋 原来两天前 克拉克看见护工托责了医生的处方法 正义感让他无法坐以待毙 于是案发当晚 他逃出了精神病院 换上了超人的斗篷 想要阻止护工交易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顺便阻止了一起抢劫案 拯救了一个无辜的路人 处方法上的签名笔触 与护工在奖杯上的签名严肆和缝 原来护工一直看不起那些病人 他也是为了纳点工资 才会假装对克拉克友好 案发当晚 克拉克赶到了小巷 将正在交易的护工抓个正着 克拉克扬言要揭发他 护工看不起克拉克 杀他的时候自然毫不手软 克拉克虽然只有儿童的智商水平 可他知道哥哥需要钱 所以这些年哥哥给他的生活费 他都悄悄宰着 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在乌鱼横流的当今社会 唯有他依然保持着那份天真的信念 浮游到死都在拼命地扇动翅膀 想证明自己存在过 这是我见过最徒劳 也是最浪漫的事情 护工的扮演者叫做迈克尔·库里兹 2014年 因在《行事走肉》中 饰演亚伯拉哈尔成名 江湖人称混豆罗 有意思的是 库里兹在不久前上映的 《超人与路易斯》第三季中 真的饰演了克拉克的死敌 莱克斯卢瑟 这集的编剧成预言家了 案件了结 还记得开头风光无限的球形大黑马 这才过了一夜 这会就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林塞很喜欢死者 他能清楚说出死者每次比赛的得分 这再次与丹尼的兴趣爱好对上了 两个人的三观这么契合 误结婚很难收场啊 言归正传 发现尸体的是宾馆的服务生 陪同死者一起的 是他的私人理疗师鲁蛋 从现场来看 大黑死于柏梗处小小的穿刺上 他全身上下 没有一点抵抗过的伤痕 或许凶手是他十分信任的人 可一个健壮的橄榄球星 按理说身体素质异于常人 更别说这点血迹 压根不足以致死 尸体下压制一根金属真凸 倒是与凶器的形状十分吻合 床单上有口红印 还有女性的DNA 床者痕迹显示 死者并非独自一人 他身前还有个女床半 割开新红色的地毯 在下面发现了更多血迹 一旁还掉落了一枚校园联赛的冠军戒指 法医解剖了大黑的心脏 轻轻一滑 一朵气泡冒了出来 线上的血迹并不是很多 压根达不到致死量 原来大黑的真正死因是心脏栓色 力气穿透了大黑的外景动脉 空气进入他的血液流向了心脏 证明他身强力壮 也很难再挣扎一下 死者是橄榄球心 橄榄球需要用到充气筒 上面的气针与伤口以及栓色都十分的相符 可警方搜遍了现场 都没有发现什么气针啊 难道是凶手带走了 法医冲洗干净的满身血迹 在死者的胸前 发现了一串用口红写下的电话号码 这组电话一定是死者的床半留下的 除此之外 死者的膝盖有很严重的旧伤 他饱受伤痛的困扰 每天靠着消炎药和止痛针硬撑着上场 按理说他伤得这么严重 不会有任何一家俱乐部愿意牵他的 他又是如何保守这个秘密的 除非是私人理疗师替他撒谎 于是丹妮找到了死者的理疗师 鲁蛋 隐瞒膝盖受伤 帮助死者通过测试 让他的身价暴增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诈骗 尸体下发现的真突恰好就是理疗师的 对此 理疗师解释道 那是他昨晚给死者做护理时 不小心吊纳的 他对死者忠心耿耿 死者也从未亏待过他 试问他有什么理由杀了自己的摇钱树脑 现场发现的冠军街市上有血迹 但是血迹却来自一个未知女性 并且这组血迹 与床单上的女性DNA并不相符 这意味着死者的房间一共出现了两个女人 于是林塞拨打了大黑身上的电话号码 找到了死者的床扮卷发姐 卷发姐和死者是在昨晚的聚会上认识的 随后他便去了死者的房间 两个人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 完事后 他又在死者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方便下次继续交流 女人离开时 大黑明明还活着 他满足得不得了 睡得跟死猪一样 不管是死者的理疗师还是比他一眼风流的卷发姐 两个人的杀人动机都不够强烈 如此一来 他们的嫌疑人就是这家神秘女子二号 他的血迹留在了死者的冠军戒指上 案发现场有很多吃剩的食物 可现场并没有发现餐车 服务生也坚称没有推走餐车 地毯上有一道很深的车轮印记 意味着是凶手杀人之后推走了餐车 车轮恰好从死者的血迹上碾压而过 为什么凶手要推走餐车多次一举 要知道警方并没有在现场发现凶器 除非凶手是将凶器藏在了餐车里带了出去 于是林赛和丹妮来到了酒店的事务招领处 服务生要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都会扔在这里 追一找 还真翻到了沾着血迹的打气泵 实验室在凶器上 提取到了一枚指纹 指纹上的表皮细胞来自男性 与戒指上的血迹 有13堆等位基因相同 这因为这凶手与神秘女子二号是一对妇女 林赛调查道 原来大黑在高中时期 曾因为驾驶不当出过车祸 这场车祸造成大黑的膝盖严重受伤 同时也害死了副驾上 年仅17岁的女友卡洛琳 当年卡洛琳恰好戴着大黑的冠军戒指 这就解释了戒指上 为什么会有女人的血 于是警方找到了卡洛琳的父亲 父亲曾是大黑在高中时期的教练 当年他十分欣赏大黑的才华 也非常看好女儿与大黑的恋情 不想大黑因为驾驶失误 害死了教练唯一的女儿 女儿本可以得救的 可自私的大黑却肇事逃逸 任由卡洛琳在原地流血死去 教练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才勉强走出了丧女的阴霾 教练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 他看着大黑的事业步步高深 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于是案发当晚 教练想把女儿的遗物 那枚戒指还给大黑 他想告诉大黑 从此两家人彼此放下过去 一扁两宽 各生欢喜 可没想到大黑不领情 他觉得教练一定是奔着敲诈自己来了 恬不知识的咒骂教练不怀好意 那一刻 忍无可忍的教练再也无法胜负 他操起打气蹦 抓响了大黑的脖子 这些年 教练一直劝说自己做个善良的人 为了保护大黑的事业 也从未将他的黑历史告诉任何人 可是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见人最后死于嘴界 活了大概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有个小小的bug 那就是大黑无法向美国橄榄球联盟 隐瞒膝盖受伤的事实 因为相关部门 会对运动员进行定期的身体检查 不过美剧嘛 不用太较真啦 深夜 麦树的电话突然响起 对面的声音告诉麦树 他很多年前 在巨人体育场 埋了一具尸体 这么多年过去了 死者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 始终挥之不去 男人太痛苦 太内疚了 说罢就掏出枪 死者叫做萨姆 是一名建筑工人 所有的痕迹都与自杀相符 他是因为愧疚而死 既然如此 他身前所告知麦树的信息 很可能都是真的 于是麦树当即带人 来到了巨人体育场 警员们推着精密的仪器 在体育场探索了一圈又一圈 终于发现土壤下 有一处特别的隆起 原以为体育场下埋着尸体 只是都市传说罢了 没有想到竟是真的 接下来 CSI开始了挖掘工作 他们在土坑里 挖出了一枚成年老烟蒂 一把成年旧手枪 再往下挖 便是受害人的尸骨 CSI如同考古一般 小心翼翼扒拉干净尸骨上的泥土 这具被埋了15年的尸骨 终于重见天日 尸骨的后脑有颗子弹 标准的处决是杀人法 也是黑棒的惯用手法 法医通过尸骨的牙齿 以及锁骨的闭合程度 推测死者刚刚成年 也就18岁左右的年纪 当务之急 就找出尸骨 与开头死者萨伯之间的联系 翻过萨伯的尸体 在他的后背发现了清洗纹身的痕迹 老法医联傲教地告诉麦树 别说恢复纹身 就连泰坦尼克号 他都能给你捞出来 而恢复纹身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微波炉 他将那块皮肤 放进微波炉里转了几圈 去掉烤熟的表皮 完整的纹身便显露了出来 这是黑帮谭歌舞的标志 这个标志丹尼再熟悉不惯 因为他的亲哥路易 就是谭歌舞的成员 萨伯也是兄弟俩 从小一起长大的街坊 由于丹尼兄弟俩 都被牵扯进了这起成年旧案 为了辟邪 麦树只能暂时停止了 丹尼手头的所有工作 随后麦树给挖出来的枪 做了弹道测试 这把枪就是杀人凶器 然而枪制却没有注册 换言之 这是一把无主枪 枪制的序列号于15年前 一批被盗的手枪是连号的 当年盗走这批枪的人 姓王 明巴丹 这个名字再次勾起了麦树的回忆 王巴丹是谭歌舞帮的骨干 在第一季第13集中 这伙伙伴同手下 打死了一个看不顺眼的小伙 只是当时由于证据不足 王巴丹没关多酒就出狱了 当年的巴丹也算没清目秀 这才隔了一季 这家伙怎么突了 巴丹承认自己在15年前 偷了那批枪 不过他也为此坐了好几年牢 按理说也算两清了 可如今其中一把枪 涉及了新的命案 麦树这一次 绝对不会放过他 由于巴丹拒不承认 警方只能先从调查死者的身份开始 亚当最近刚申请到了最新的重塑软件 这软件可不便宜 不过还算物超所值 只要扫描死者的颅骨 就能迅速构建出死者的肌肉 还有五官 麦树将构建出的相貌 登载上了纽约报纸的头版 很快死者的父亲就来到了警局 他拿出了儿子阿伟的相片 与构建的相貌简直一模一样 阿伟失踪于15年前的1991年 不过据他所知 儿子跟谈歌物的成员没有任何的往来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萨博 不过阿伟失踪前 一直靠着贩卖毒品为生 并靠着贩毒 帮父亲偿还了不少债务 林塞化验了坑里的烟蒂 在其中发现了还未降解的DNA 经比对 烟蒂上的DNA居然来自丹尼 为什么丹尼的烟蒂会出现在埋尸的坑里 丹尼自己也很吃惊啊 他带着检测报告找到了卖书 他现在身陷困境 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此刻 也只有卖书才能帮他了 前面说过 丹尼的哥哥路易 就是谈歌物的成员 本来丹尼和帮派没有任何的牵扯 直到15年前的那天晚上 哥哥突然说 要带着丹尼去心择戏这玩两把 彼时的丹尼才不到20岁 自然头脑一热跟着去了 当时现场除了哥哥 还有王八丹和开头的死者萨博 只见王八丹的车里 绑架了一个年轻小伙 王八丹当着他的面 对着小伙一顿拳打脚踢 理由是小伙居然敢在八丹的地盘上卖毒品 丹尼看不下去 他想要阻止八丹 哥哥上去就给了丹尼一拳 他让丹尼不要多管闲事 丹尼很生气啊 他便独自开车离开了 在那晚之后 丹尼就和哥哥分道扬镳 几天之后 哥哥给丹尼打来电话 说那个小伙被他们扔在了路边 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想来 哥哥撒谎了 那个小伙就是坑里的事故 哥哥和王八丹一行三人 合理把小伙埋了 现在的问题是 八丹一行三人没有啥事情 倒是丹尼成了唯一的一兄 为什么他的烟地会出现在坑里 丹尼一无所知 麦叔是看着丹尼成长的 他也深信自己的手下 不会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即便如此 铁面无子的麦叔还是停了他的职 为了洗清丹尼的嫌疑 麦叔首先找到了他的哥哥路易 弟弟成了警察 哥哥依然当着岁月静好的老混蛋 哥哥一开始还坚称 他们那晚释放了阿伟 随后行三人就去了新泽西州 直到麦叔说他们已经挖出了阿伟的尸骨 路易又改口说 他那晚不在场 只是老远听到了一声枪响 他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墙 谈话节 麦叔发现路易有将香烟夹在耳朵上的习惯 路易请求麦叔不要再问了 如今他只是想保护好丹尼 这唯一的弟弟 哪知麦叔前脚刚走 路易后脚就被人袭击了 他被打得奄奄一息 丹尼可心疼惨了 可他如今自身难保 更别说保护哥哥了 麦叔原本是不抽烟的 也开始一口接一口地抽个不停 他相信路易习惯把未抽完的烟头掐掉 再将半支烟别在耳朵上 丹尼也曾说过 哥哥喜欢抽他剩下的烟 将这两点联系在一起 麦叔做出了推测 案发当晚 丹尼将未抽完的烟扔向了哥哥 待丹尼离开后 哥哥捡起了丹尼的半支烟 别在了自己的耳朵上 随后他又在掩埋尸体的时候 这半支烟又掉进了土坑里 这么一看 路易是不是凶手不知道 但他一定参与掩埋了尸体 路易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 生死未卜 丹尼虽然一直与哥哥不相为谋 但好歹是亲兄弟 打断骨头也连着筋纳 林赛在检查路易随身物品的时候 发现了一台录音机 麦叔修复了录音机里的磁带 原来路易得知丹尼卷入凶案之后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王巴丹 引诱巴丹在录音中 承认自己才是杀人凶手 原来发当晚 丹尼离开之后 巴丹当着萨博的面处决了阿伟 随后又叫来路易和萨博 一起帮忙掩埋了尸体 这段录音 定死了巴丹杀人的罪名 丹尼守在了哥哥的病床前 原来那天晚上 哥哥料到巴丹要做什么 他是故意把丹尼赶走的 这个三十好几的硬汉 在麦树的跟前哭得梨花待雨 哥哥一直都在保护丹尼 只是以前的丹尼不理解 这集中 将尸体埋在巨人体育场的梗 最早源自都市传说 卡托斯基工会主席吉米霍法之死 他在1975年 前往与黑兽党见面的途中神秘失踪 传说他的尸体 就被埋在巨人体育场 值得一提的是 客串丹尼哥哥的演员 叫做拉里·罗曼诺 他和丹尼在现实里 真的是一对堂兄弟 案件了结 画面转到斯戴拉 他正忙着和男友弗拉基艾美 突然一通电话 搅和了他难得的假期 男友觉得扫兴急了 没办法 干这一行 就得24小时随时待命 原来一名土豪 被捅死在了高档宾馆 死者是银行董事吉米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这间房不是死者开的 但基础显示 真正的房主叫做拿破仑 不用说 这肯定是个假名字 现场除了一些精致的食物 还有一件很性感的内裤 屏幕前有的人在看故事 有的人在照镜子 斯戴拉发现 卫生间的镜子上似乎有字 于是她在镜子上 清扫指纹粉 显现出了一段 用凡事林写的恐吓性 我知道你的勾搭 你这个壁痴 滚回老家去 这是赤溜老的威胁 难道土豪是死于仇杀 凶器在土豪的胸骨和肋骨上 都留下了刀柄造成的瘀青 可见凶手当时的力度有多大 法医推测 凶器是一把长2.5到3英寸的短刀 丝质的床单上 有一些咖啡色的污渍 通过化液 其中有能够起到染指效果的咖啡因 以及保持用的甘油 原来这是空气丝袜喷雾 这是一种用在女性腿部的气态溶胶 能让双腿散发出古铜色的光泽 仿佛穿着丝袜一般 这一定是最后与死者滚床单的女人留下的 亚当将镜子上的恐吓信输入了数据库 发现笔记已多年前 一起抢劫案现场出现的恐吓信相符 当年的抢劫犯在几年前出狱了 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爸爸嗓 他开了一家高档俱乐部 专为有钱客户提供特殊福音 每小时的收费高达2000美金 说白了就是阻止卖银 难怪这伙出狱之后就不抢劫了 这买卖比抢劫赚的都多 为什么她的笔记会出现在凶案现场 爸爸嗓表示不知情 说白继续和一旁的莫莉尔并撕磨 斯大拉觉得 死者一定是爸爸嗓的客户 她故意在镜子上留下恐吓信 是为了警告与死者一起交易的姑娘 为了找出究竟是哪个姑娘服务了死者 斯大拉为俱乐部的所有姑娘都提取了空气丝袜 满平的大长腿直接怼你脸上 就问你迷不迷糊 通过比对 现场发现的空气丝袜 来自爸爸嗓最喜欢的小姐莫莉 于是斯大拉找到了莫莉的住处 这大姐正在接待老情人呢 这老情人一副老生的模样 她急急忙忙穿上衣服 陶冶的离开了 莫莉不止服务男人 她还男女通知 边说边试图勾引带姐 小姐也是有假期的 案发当天是休息日 按理说莫莉不上班 可她为了赚点小费 硬是在休息日 陪死者偷偷兼职 莫莉在洗澡的时候 发现了镜子上的恐吓性 她意识到爸爸嗓 发现了自己在兼职 于是偷偷默默离开了现场 事后土豪就被杀了 凶手要么是莫莉 要么就是爸爸嗓 凶器是一把很钝的短刃 于是亚当又弄了一头八戒做实验 她和戴姐在刀具上涂上墨水 可怜的八戒被捅了一次又一次 通过比对 确定凶器是一把翘母莉用得到 那么莫莉接待过的客户中 是否曾有个卖母莉的 爸爸嗓组织卖淫的事情已经暴露 等待他们俩的将会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更别说两个人都曾出现在了凶案现场 一个偷偷卖淫 一个在镜子上写下了恐吓信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爸爸嗓不得不忍痛交出了客户名单 通过名单 警方最终锁定了牡蛎商保罗 保罗正是先前 与莫莉在床上交易的男子 他的牡蛎刀上 依然残留着土豪的血迹 话说你洗一下会死吗 原来保罗跟莫莉是男女朋友关系 莫莉很喜欢编造一些悲惨的绅士 来博取嫖客们的同情 无非就是复读母病低读书 刚做不久还不熟 兄弟姐妹全靠我 前夫家暴又好赌 大部分嫖客也就图个乐 唯有保罗真的相信莫莉是情非得已 付出了真心 直到那天保罗悄悄来到了莫莉的房间 他看到了赤身裸体的死者 死者早就从莫莉的口中 听说过保罗的存在 他嘲讽保罗是个穷鳖三 顺便感谢她听莫莉 付了600美金的房费 你知道的 花2000美金玩你的女朋友 已经很贵了 所以啊 做人不要太嚣张 最贱的人一般都会死得很惨 暗箭了结 大姐终于抽出空来 和男友享受难得的二人时光 男友是个艺术家 她亲手给斯戴拉做了一件 丑到爆的雕塑 雕塑中是巴掌女人的脸 每张脸都坑坑哇哇 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弗拉基给雕塑起名叫 Elsnob 这是碧鲁语 一位女性的灵魂 深夜 斯戴拉因为好奇 在网上搜索了Elsnob这个单词 当即弹出了一个同名网站 斯戴拉好奇地打开一看 结尾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 也揭示了大姐的男友绝非善累 下一集将是大姐的危机 隐藏了整整一集的男友 终将撕下伪善的面具 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曼叔紧张地冲进了斯戴拉的公寓 只见这里一片狼藉 斯戴拉的男友弗兰基 身中竖枪倒在卧室 一旁是晕倒的斯戴拉 他满脸是伤 呼吸微弱 原来就在半个小时前 曼叔从无线店里 听说斯戴拉的公寓发生了枪击案 等他赶到了现场 就看见了眼前的一幕 醒来的斯戴拉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的预袭牵扯所有同事的心 弗拉克特意给斯戴拉送来了止痛药 接下来便是例行的妇科检查 以确定他有没有遭受过侵犯 细小的伤口布满他的双手 曼叔回到了斯戴拉的公寓 他试图用证据复原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场有几枚蛋壳 满屋子的斑斑血迹 让他的神色凝重 弗兰基的尸体被送到了验尸房 老发一个小黑 当即化身吃瓜群众 你别说 这男友长得还真不错 不过八卦过八卦 他们还是更关心斯戴拉的身体 言归正传 弗兰基共身中三强 致命伤来自镇中心脏的那一强 金比对 这些子弹都来自斯戴拉的配强 联系他手上的火药残留物 是斯戴拉开强杀了男友 可他整天和男友如交似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到底在开强前经历了什么 斯戴拉开始努力阻止 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昨晚他下班之后 原来斯戴拉前几天偶然发现男友做了一个网站 他偷拍下了平日里与斯戴拉亲密的画面 再将这些视频上传到了网站上供网友们欣赏 斯戴拉觉得弗兰基太变态了 便单方面提出了分手 没想到弗兰基不依不饶 上班路上拦 下班路上堵 甚至还悄悄闯进了斯戴拉的公寓 他为了复合无所不用其极 小黑提取了锁眼里的金属碎屑 在其中发现了黏土 斯戴拉有个原则 那就是从不把男人带回家 弗兰基深知这一点 于是早就偷了斯戴拉的钥匙 用金属和黏土悄悄配了一把 这些金属碎屑 证实了弗兰基的强行入室 斯戴拉当时很生气 便想着打电话报警 不想弗兰基改平时温柔的模样 他打烂了斯戴拉的电话 斯戴拉是个身手不凡的女警 可在绝对力量面前也相行见处 弗兰基突然掏出刀 抵住了她的脖子 她抓着斯戴拉的头发 质问她为何将自己亲手做的雕塑 扔进了垃圾桶 废话 这么恶心的雕塑 不然还留着过年吗 斯戴拉只记得自己 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她的枪在包包里 可是没有机会拿到枪 斯戴拉抬起发抖的双手 刀片的划伤 布满她的十个指尖 可她实在想不起 这些伤口是怎么来的 她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 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 封存了那些不堪的回忆 斯戴拉不得不仔细回想 一下又一下撕开那些血淋淋的伤口 她记得弗兰基揍完自己 就把她绑了起来 一边绑 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咧 我不就把你三点全楼的小时平方往上吗 你居然为了这么点小时跟我分手 斯戴拉只能强忍着恶心 安抚弗兰基 你特派的视频还挺喜欢的 咱们能好好谈谈吗 哪知弗兰基可聪明了 她压根不止这一套 弗兰基拖着她的腿 经过了磕磕绊绊的楼梯 一路将她拖进了卫生间 浴缸里的斑斑血迹 还有锋利的小刀片 还原了斯戴拉噩梦般的自救经历 当时弗兰基想在浴缸里杀了斯戴拉 因为浴缸里放血方便嘛 很多连环杀手都这么做 不想这时候 门铃响了 原来王八蛋居然还有心思点外卖吃 趁着弗兰基吃饭 斯戴拉慌忙展开自救 她拿起刮毛的小刀 拆下了里面的刀片 试图割断绳子 由于看不见 锋利的刀片将她的双手挖得鲜血淋漓 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等弗兰基回到浴室 斯戴拉跑了 她躲在门后 用力撞开了变态 她回到大厅从包包里掏出了手枪 却被弗兰基一个冲撞 手枪飞了 弗兰基率先捡到枪 可这后却忘了打开保险 反被代姐抓住机会 空手夺回了枪 代姐碰碰三枪 送这个变态归了西 隔行如隔山 玩枪 代姐是专业的 弗兰基死了 代姐也颤颤巍巍 晕了过去 这就是她所经历的一切 噩梦般的一夜 由于同事们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检察员认定 代姐是正当防卫 代姐喜极而泣 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 可身体上的伤能够痊愈 心理上的伤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抹平 麦叔觉得斯戴拉现在的状态 还不适合回家 于是提出自掏腰包 请代姐在酒店里住上一段日子 可斯戴拉拒绝了 她是个刑警 怎能让别人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挺看好麦叔和代姐这一对的 可惜这俩人不来电啊 代姐带着满身伤痛回到了凶案现场 工作人员还未来得及 清理满地的血迹 惨痛的经历 在她的脑海中翻墙倒海 最终 代姐还是收拾好行李 选择住酒店 她又不是钢筋铁骨 怎么可能不在乎 那座见血的雕像恶性无比 仿佛在嘲笑她那自以为是的爱情 不过代姐 只关她渣男之前隐藏得太好了 真的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现在想来 弗兰基可能是个连环杀手 或许雕塑上那几张女人的脸 都是她曾经的受害者 这集是弗兰基的扮演者 艾德奎恩 在本系列的最后一次出场 当然都被打成筛子了 想猜出场也不太可能 2006年 她又加盟了美剧破产姐妹 在剧中饰演Max的男友兰迪 当年大家都很看好这对CP 兰迪也成了Max的最终归宿 现实中的艾德奎恩 同样很受欢迎 她的评论区 有一大对男的叫她爸爸 嗯 按键了结 下面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死者登场 舞台上 摇滚小子正在疯狂地演绎 自己的最新弹曲 他后的生死历劫 脑袋都给摇散黄了 难怪都是摇滚明星 是柯耀姐的重灾区 场内激情自射 而他的歌迷却在场外的豪车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纽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死者叫做尼克 是摇滚小子的司机 车里有一只红色的笔帽 一串用红笔写下的电话号码 以及半根抽身的雪茄 车座底下有一把枪 司机是死于枪击 但是车里只有极少量的喷溅血迹 林赛升起车窗 原来大部分的血迹都在副甲的车窗上 血迹中有大片的空白 如果没猜错的话 凶手的身上也被溅到了不少血 车里有一张被划得稀烂的CD 这张CD来自演出的歌手 摇滚小子 经纪人告诉警方 死者不是摇滚小子的专用司机 而是外包公司临时安排的 在此之前 他们从未见过死者 而作为当事人的摇滚小子 正忙着给歌迷们签名 遇见男歌迷就一脸冷漠 遇见女歌迷 这后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这位女歌迷 还双手奉上了自己录制的CD 封面是她的裸照 摇滚小子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欣赏得津津有味 案发现场有半根雪茄 这意味着摇滚小子也去过凶暗现场 如此一来 她声称从未见过司机的说法 也就不成立了 听说斯戴拉出了事情 林萨的情绪很不稳定 她想去看看待解 然而耽误自己便是 先解决司机被杀的案子 司机的现金分文为少 不是抢劫杀人 也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现场的那把枪登记在司机的名下 也就说 她是被自己的枪杀死的 从重枪位置 以及血液的喷陷方向 确定凶手当时就在副驾 现场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来自死者 事件结果显示 死者在身前有过短暂的性行为 她是在爽货之后 又很快被自己的枪击毙 也虽然死超所值 这么说来 凶手可能是个女人 死者的西装很久没有清洗过了 丹妮在她的衣服上 发现了一根动物毛发 这是一根蜜熊毛 这东西长得有点像黄大仙 也是很多明星钟爱的小众宠物 于是警方找到了死者租车公司的老板 老板回忆 他接待过的客户里 确实有一位女星养过密凶 但是当时接送女星的是另外一位司机 也就说 死者可能是接触了那位司机 才会转移到这个毛发 那位司机叫做布莱克 因为总是搞明星们的女粉丝 被老板开除了 案发时 布莱克恰好就在后台 他试图跟摇滚小子求情 挽回自己的工作 死者接替了他的工作 可把人杀了 也不可能回去上班啊 他又哪来的杀人动机呢 由于凶器上提取不到可用的指纹 但你只能把重点 放在了车里的那张CD上 他修复了被划烂的CD 里面是摇滚小子 还未发行的最新传辑 并且这还是一张 从未被拷贝过的母带 除了唱片公司 就只有摇滚小子本人 才能接触到母带 其中几首歌曲 已经被悄悄上传到了互联网 上传人正是死者 还未发行的单曲一旦泄露 将会给摇滚小子的唱片公司 造成上百万的损失 联系车里抽成的半根雪茄 难道是摇滚小子杀了他 于是卖书找到了摇滚小子 他正在舞池里撩妹呢 税粉是他的特权 也是他的爱好 死者将他的歌曲泄露了出去 给他造成了损失 摇滚小子自然有了杀人动机 可他却说那张母带 是他送给死者的 这是他们行业里的销售手段 先故意在网上 泄露一两首好听的单曲 激发粉丝的购买欲 这样等唱片一发行 就能自己销售量 可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所以摇滚小子先前 没有告诉警方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撒谎呢 林塞在他昨晚的演出服上 发现了喷溅血迹 摇滚小子解释道 昨晚演出到一半 几个粉丝兴奋过头 跳上了舞台 这些血迹 是他们与保镖推赏中见到的 他又不是从Miami来的 要真杀了人 怎么可能不把血迹处理干净 林塞还在他的口袋里 发现了女歌迷送的CD 封面上的裸照 令人印象深刻 而车里写着号码的纸条 正是从这张封面上撕下来的 于是警方找到了CD的主人 也就是封面上的裸女 女粉丝自己也是一位歌手 她说自己很想跟摇滚小子 见上一眼 于是她记下了司机 也就是死者的联系方式 死者还好心 送了她一张出入后台的通行证 可每张通行证上都有个链子 女粉丝手中的通行证上却没有链子 死者脖子上有条状淤青 这是通行证被狠狠扯下来造成的 或许女粉丝在撒谎 死者压根不是自愿送她的通行证 于是丹妮在她的包里 搜出了通行证上的链子 上面满是血迹 女人太珍惜通行证了 珍惜到连血淋淋的链子都舍不得丢弃 女粉丝愤愤地说道 死者那个混蛋 说只要陪她睡觉 将她送她一张通行证 于是她便照做了 可没想到完事之后 这不就是白嫖吗 简直比白嫖我的视频还要可耻 于是她翻箱倒柜 在车里翻到一把枪 她威胁死者把通行证送给自己 不想死者突然夺枪 她一个擦枪走火 自己把自己崩了 女粉丝也很无奈啊 她又不是奔着杀人去的 人家只是想抢个通行证 借一借自己偶像把了 这有错吗 错是没错 就是不但违法 还有病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CSI系列的编剧除了喜欢乐主角 还喜欢隔三差五请个明星回来客串 这集的客串明星是摇滚小子Cat Rock 他是说唱歌手阿姆的好朋友 也是WWE名正堂歌手 他获得过五次格兰美奖提名 全球唱片销量2700万张 年轻时的摇滚小子 以歌词低俗下流强硬而闻名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如今他的音乐似乎越来越向着乡村音乐的方向发展了 老实说 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不过听过他2016年 与机关枪凯莉一起合作的歌曲 Bad Motherf**k 歌词略低俗 但节奏感很强 非常适合提神洗脑 清晨 苦兵的上班族错过了最后一班水上巴士 他沮丧着盯着浑浊的水面 只见水里 居然浮现出了一具美人鱼的尸体 纽约警方很快将尸体捞了上来 准确来说 这是一个打扮成美人鱼的姑娘 每年六月 抗腻岛都会举行美人鱼大游行 预示着夏天的开始 可现在才五月份呢 美人鱼的指甲里没有任何东西 体表无明显外伤 眼球点状出血 再加上颈部的纸状淤巾 都意味着它是被掐死的 美人鱼是古老的生物 凶手用的也是最原始的杀人手法 姑娘双手的虎口布满茧子 内衣里塞了100块钱小费 和一张已经被泡得看不清自己的支票 解剖结果显示 女孩的肺部无积水 意味着她是先被掐死之后 再扔进水里的 皮肤没有浮肿 意味着她在水里泡了不到八个小时 身上没有任何拖拽过的痕迹 意味着她被杀的地方 可能距离泡石的河流很近 河水已经冲刷走了所有生物痕迹 法医无法确定 她生前是否遭遇过侵犯 而她双手的老姐 是因为长期编牛皮绳造成的 林赛的双手也有类似的老姐 死者和她一样 都是从小在农场长大的乡村姑娘 一个漂亮的乡村姑娘 最后隐蔽于纽约大都市 这姑娘跑得可真够远的 林赛将死者内衣里的支票 封存之后撒上千粉 怀原了支票上的自己 支票的落款是怀特先生 她认出死者叫做沙拉 是个临时演员 案发当天是怀特女儿的生日会 她便邀请死者扮成美人鱼 来她的游艇上唱歌 死者的嗓音很好听 孩子们也都玩得很开心 所以怀特先生不但给了支票 还另外付了她一百块钱小费 因为她的衣服不慎掉进了水里 下班之后 沙拉只能穿着演出服 一个人回去 于是警方来到了怀特先生的游艇 这也是死者最后待过的地方 游艇上依然保留着生日会上的装饰 卧室的床单上 有一些男女混合的体验 还有美人鱼服装上的亮片 看来死者不止唱歌这么简单 可能还跟怀特先生发生过关系 怀特先生先是极力否认 你在说什么呢 我可是有老婆的人啊 那行啊 我现在就去找你的老婆求证去 怀特先生慌忙叫住了弗拉克 他承认在派对上跟人发生过关系 不过不是跟死者 而是跟女儿同学的妈妈 女儿在吹声声蜡烛 他却在另一间卧室对妻子不忠 有钱人的生活就这么朴实无华 且枯燥 至于床上的亮片 可能是死者先前换演出服的时候掉下来的 他发誓自己没有碰过沙拉 因为那姑娘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沙拉的父亲来到警局 认领了女儿的尸体 父亲悲伤地说道 沙拉从小就梦想着 来到纽约这个大都市 成为一名歌手 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 这个梦想不切实际 这也是他对女儿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小农场容不下他的灵魂 大都市容不下他的肉身 多少背景离乡寻梦的年轻人 在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城市里化作白骨 DNA检测结果 证实了怀特先生的说法 他没有跟死者发生过关系 死者的演出服脱线了 上面掉了不止一块亮片 或许其他亮片散落在了凶案现场 于是警方又在抛尸地附近的草坪 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草坪上 发现了死者的发誓 和不少服装上的亮片 警方随着散落的亮片 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树下的泥土 布满挣扎过的痕迹 看来这里就是沙拉被杀的第一现场 凶手将他杀害后 又抱着尸体扔进了不远处的河里 林塞检查了死者的发誓 在上面发现了半枚清晰的掌纹 经比对 这枚掌纹来自前科反詹姆斯 詹姆斯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如今正在假释期内的他 只能干些最苦最累的工作 他涮发当晚 下班后的他经过了那片草地 在地上发现了死者的发誓 便好奇地捡起来看了看 就这么留下了指纹 可这不是普通的触碰指纹 而是很用力的掌纹 詹姆斯绝不仅仅 只是捡起发誓这么简单 警方的问话 让他很不耐烦 愤怒的詹姆斯 用力踢开了脚边的箱子 他就这么暴力 如若对方不是警察 他这货早就动手了 林塞不动声色 收集了詹姆斯鞋底的泥土 这些泥土中有细小的树皮 和人类一样 植物也是有DNA的 只要确认詹姆斯鞋底的泥土 就是来自树下 他们就可以结案了 检测结果发现 不光是鞋底的泥土 来自凶案现场 詹姆斯鞋腿上 还有些油渍 这些油与水上巴士 露出的油一致 12人现场的泥土 再加上抛尸现场的油渍 钉死了詹姆斯救世凶手 案发当晚 由于死者的衣服 掉进了水里 他只能穿着戏服回去 他的鱼尾巴 在路灯下闪闪发光 吸引了詹姆斯的注意 于是他趁着四下无人 将沙拉托到树下 活活掐死 完事后 再将他的尸体 抛进了河里 他与沙拉无怨无仇 为什么要杀人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詹姆斯是个 有暴力倾向的反社会 他在过去的几年 犯下过好几次 暴力伤人事件 他不停升级 自己的作案手法 一次比一次残忍 暴力是他寻求快感的方式 而可怜的沙拉 恰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仅此而已 詹姆斯对生命的末世 让林塞不可而立 好在这一次 他再也出不去了 故事中 《伟人语》的扮演者 是1988年出生的青年演员 麦肯泽毛祖 出演这集故事的时候 他年仅18岁 204年 他凭借电影《魔法黑森林》中的长发公主 获得第13届华盛顿影聘人协会奖提名 同年 他在另一党美剧《布斯法衣》中 饰演阿比戈尔 客传他父亲的 是著名演员杰森贝吉 他在1991年上映的《末路狂话》中饰演周景 那时候大树的声音还很有雌性 直到1999年 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严重到不得不插管治疗 痊愈之后 他变成了撒哑的烟嗓 最近几年 他都在《芝加哥警署》中饰演男主汉克伯伊特 案件了结 与此同时 市区又发生了一起凶案 死者眼睛重弹身亡 近距离枪击 枪法很精准 看来凶手早在门口守候多时 据了解 死者麦克是个模范公民 按时缴税 从不犯罪 偶尔还会扶一扶老太太过马路 就在此时 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女人 原来她是死者的妻子 麦克太太哭得梨花带雨 可不得一会儿 小龙又传来另外一个女人的悲鸣声 她也自称是麦克太太 更令人咋舌的是 两个女人居然悲痛地相拥在一起 原来死者有两个妻子 分别是原配爱丽和二奶劳拉 两个妻子说 她们这是新颖的三人型家庭 三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 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 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二奶说 我是来加入这个家的 不是来拆散这个家的 听得麦说王愣王愣的 案发时 原配自称和一位好友在吃饭 二奶则在杂货店里购物 两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虽然不合法 还有病 但当事人乐在其中 咱们这些外人也不好说什么 法医取出了麦克眼眶里的子弹 他突然和小黑聊起了三人型 提起着混乱的男女关系 老法医师既无法理解 又十分羡慕 小黑讨厌死地离开了 他知道再聊下去 这条视频就没法过神了 子弹是点三二口径 奇怪的是 这颗子弹明明没有撞到骨头 却变形得十分厉害 或许子弹在大众死者之前 还撞到过什么其他东西 曼叔调查道 死者在两年前娶了爱丽 又在一年前遇到了二奶劳拉 从此边开始了快乐的三人型 这个劳拉的背景也不简单 五年前 他被控枪杀了家暴的男友 因为是正当防卫 劳拉没有遭到起诉 枪杀男友这四个字 再次勾起了戴姐 那段不愉快的回忆 曼叔和戴姐来到了死者家 却在门口坐着一个陌生男人 他叫做凯文 是死者原配的好朋友 但他同时与二奶劳拉 也保持着暧昧关系 劳拉五年前因为正当防卫 枪杀了前男友 因为是他同样可能如法炮制 杀了现任男友 二奶听拔十分神奇 他拒绝配合警方取证 偏偏迈说还不断用言语激怒他 就这样 二奶因为袭警被捕了 你看这不见有理由提取他的生物痕迹了 这招屡试不爽 揪试得多了 麦叔的脸有点疼 二奶说 五年前射杀前男友是情非得已 因为那个变态差点杀了他 也正是因为受过情伤 他才会沉迷于不正常的三人行 戴姐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 他为二奶做了检查 在他的手上发现了开枪后的火药残留物 二奶也是惊呆了 他说自己这几年都没有碰过枪 二奶手上的火药残留物很奇怪 全部聚集在两只手的小拇指外侧 于是戴姐在靶场试验了很多次 可不管用何种姿势开枪 都不会造成这种分布情况 或许二奶根本就没有开过枪 只是因为触碰过胸起 才会沾染到了火药 二奶被押上警车前 还用小拳拳捶了麦叔胸口 然而麦叔的胸口 并没有检查到火药残留物 这意味着二奶上警车前 两只手还是干净的 原来那辆警车先前 押送了一个到处开枪的神经病 二奶手上的火药 是在上了警车后 被二次转移到的 这也意味着他是无辜的 二奶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胸起 警方在死者家的卧室 一共发现了四个人的体验 原来这家人不是三人型 而是四人型 不愧是大都市啊 还是城里人会玩 于是警方找到了死者的原配夫人 原配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他们的四人型游戏 原来现场的第二个男人 就是妻子的好朋友凯文 难怪这伙没事 就守在死者家的门口 于是麦树又辗转 找到了凯文的工作单位 一个普通职员 居然连上班都带着枪 麦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小黑顺势抽走了凯文的枪 总是坐在床边 看死者三人型 凯文的心中 确实充满了挫败感 可他没有必要杀死麦克 因为几天前 私的原配妻子找过自己 两个人私底下 不止发生过一次关系 虽然家老婆已经很混蛋了 要杀了麦克岂不是更混蛋 凯文做不出这种事情 更何况他的枪是9毫米口径 而打死麦克的子弹 是0.32口径 小黑分析了那颗子弹 这颗子弹的外层 包了一层铜皮 0.32口径的子弹 是7.65毫米 如果加一层包铜 就可以成为一颗 9毫米口径的子弹 这样就与凯文的枪 符合了 那颗子弹 一定是在击中麦克之前 看过了什么物体 导致外层的铜皮被剥离 于是他们再次回到了凶案现场 在马路对面的柱子边 发现了血迹和枪击残留物 凶手当时就站在柱子后面 向着对面的死者开枪 实验室在死者的手指上 化验出了印刷的油墨 原来子弹穿过的 是死者手中的报纸 凭借这条线索 斯戴拉在不远处 找到了死者的报纸 凶器的后座力很强 因此凶手开枪时 会导致手腕不规则的移动 在柱子上蹭伤了自己 金笔队 柱子上的血迹 来自死者的原配妻子 她先跑去勾引凯文 从她的住处偷来枪 守在街对面杀害丈夫之后 妻子又马步停蹄 回到了凯文的住处 将枪还回去 顺便让不知情的凯文 做了自己的时间证人 而她杀人的动机 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再得宠 原配说 每次三人行 丈夫都偏二奶多一点 她无所谓跟二奶分享丈夫 只是受不了丈夫 做不到语录君瞻 丈夫甚至还嘲笑自己 太针锋吃醋 于是她便把丈夫杀了 让她再也笑不出来 仅此而已 婚姻就像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来 城里的人真会玩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中 二奶的扮演者 是1979年出生的迪安娜罗素 最知名的 便是她那双又直又均匀的大长腿 2008年 她在新批的游侠中饰演女主沙拉 作为经典IP的续集 却是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一大波收视率 然而剧情反响频频 除了充满科技感的神车CAT之外 其余的一切都很不值得一提 海军陆战队 正在公园进行一场小心表演 孩子们兴奋地与军官们互动 孩子的尖角让所有人为之正颤 大兵们冲进灌木丛 只见一位年轻的士官倒下了 这位士官叫做普瑞斯 在海军陆战队获得过很高的荣誉 他穿着正式的军服 并不是来参加演出的 胸口有着刀伤 袖子上有一滴血 麦树也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员 他从死者的胸章以及兽带推测 他来自伊拉克战场 好不容易在战场上私立逃生 却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伏击而死 更奇怪的是 他的指尖没有伤痕 指甲里也没有皮屑 意味着他没有反抗过 话说普瑞斯一个身手了得的士官 怎么可能乖乖被杀呢 附近的人行道有一些低落血迹 意味着士官是在那里被杀害的 然后以士官不从 通过肝温测算 他的死亡时间大概在11个小时前 也就是昨天午夜 麦树神色凝重地说道 袭击了他们中的一员 就意味着袭击了所有人 没有同僚会坐视不理 那一刀切断了士官的枪劲脉 伤口很均匀 目测凶起是一把 三到四英寸长的单刃刀 死者虽然没有反抗过的迹象 但是他的腰腹部 以及后背有成就性的瘀伤 这些瘀伤已经泛黄 至少存在三天以上 麦树找到了伍德上尉 死者曾是他手下的一员 上尉说 死者身上的瘀青 是前几天训练造成的 那是一场群殴训练 主旨是为了让每个人 更加的坚强 由于是舰队舟 均坚持在码头上 停靠一个星期 所以死者在这座城市里 没有任何的熟人 但你在死者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块手表 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你的女孩 艾莉 这一看就是定情信物 可战友们都说 死者没有女朋友 陆战队员可以在这一周内 随意游览这座城市 死者去过很多地方 他的裤子 以及军靴上都有屋子 口袋里有几颗立马豆 于是丹尼找到了 纽约时代广场 这里有个街头小贩 很受欢迎 小贩叫做黑豹 他利用立马豆和核桃壳 开设简单的赌局 只要猜对豆子 藏在哪个核桃壳下 就能得到双倍的奖金 实际上这只是骗术罢了 核桃壳下 雅根就没有豆子 黑豹记得死者 昨天晚上九点的样子 确实来玩了两把 不过他很有修养 输了之后 就拿走一颗豆子 当做纪念品 但是其他事官就没这么好说话了 把黑豹揍得够呛 黑豹就一街头小骗子 看样子也确实没有杀人动机 于是丹尼没有为难他 故事的背景在2006年 彼时的黑豹 还在各种影视剧中 客串一些不其言的小角色 他是吃了多少苦 才熬到了主角 熬成了大明星 太令人唏嘘了 言归正传 死者昨天晚上九点 在时代广场玩游戏 午夜十二点 就死在了中央公园 那么他中间的三个小时 去了哪里 丹尼化验了死者斜面的屋子 这是金属清洁剂 而他裤子上的屋子 是香蕉啤酒 同时具备着两个元素的地方 只有一个 那就是距离案发现场 三个街区外的院子酒吧 女服务生叫做亚里山德拉 一脸的性冷淡风 她说自己昨天没有上班 什么都不知道 倒是九宝记得死者 这里的人都很敬重海军 当一个精神抖擞的士官走进来 所有的客人都为之一阵 他们争先恐后给死者让座 酒宝更是请他喝了免费的啤酒 死者说 他是来寻找一个叫做爱丽的女孩 也就是那块手表后的名字 不过酒宝在这里待了三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爱丽 没有找到想见的人 死者便在11点半离开了酒吧 半个小时后 他就死了 这些都是死者的随身物品 其中有一张 他在伊拉克服役时的大合影 袖子上的那滴血 是凶手留下的唯一痕迹 经检测 其中还混有鼻涕 也就说那是凶手的鼻血 于是麦树让丹尼模仿杀手 与其进行了一番案件重演 死者训练有素 伸手了得 一招就能卸掉对方的武器 然后反手一招 打烂了凶手的鼻子 最后一招后背勒紧 凶手的鼻血 正好就滴在了他的袖子上 麦树好帅 我的最爱 这就是为什么死者 没有反抗过的迹象 因为他一直都是呈现压倒性的优势 而后背勒紧只需13秒 就能切断大脑供血 让对方晕掘过去 晕倒的人是无法刺杀他的 这也意味着 现场一定还有第二个攻击者 是他趁紧拿起刀偷袭了死者 这么一套连招下来 第一个袭击者至少也是手肘脱臼 鼻骨骨折 外加大脑缺氧 所以他现在一定在医院里 于是警方排查了附近的医院 终于找到一名符合的伤者 这货叫做基斯 在医院躺了一整夜 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医护人员回忆 基斯入院的时间 在昨晚的12点10分 恰好就是凶案发生后的10分钟 是他的妻子开车 将他连夜送过来的 基斯的妻子也全身是伤 手臂的瘀青 开裂的嘴角 这一看就是家暴的伤痕 原来妻子就是现场的 第二名袭击者 妻子承认 胸器已经被他扔进的水沟里 仅仅去年 妻子又因为被丈夫家暴 住院了四次 可他依然坚称 丈夫是爱自己的 不然他为什么只打自己 不打别人 原来昨天晚上 丈夫又开始家暴妻子 恰好路过的死者路见不平 出手相助 他一套连招 打得基斯毫无还手之力 哪只妻子心疼丈夫 突然捡起地上的刀 他恨死者都管闲事 我要他救了嘛 你看我老公每周只打我五天 还给我两天养伤呢 你敢说这不是真爱 我腻妈 这女人活该被打 没打死他真的可惜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放下助人情节 否则乳腺节节 这种神经病就该锁死 尊重 祝福 千万别分开了祸害别人 案件了结 曼叔在收拾死者遗物的时候 再次看到了那块刻着名字的手表 这背面的爱丽究竟是谁 曼叔再次翻看死者的合影 原来这块手表来自他的战友 为什么四肢要去院子酒吧 寻找艾丽 曼叔调查道 女服务生亚里山德拉有个尼称 这个尼称就叫做艾丽 原来艾丽的未婚夫 也就是死者的战友 去年战死在了伊拉克战场 他临死前 请求普瑞斯 一定要把这块手表交给自己的爱人 如若不是为了兑现战友的承诺 他就不会经过那条小路 也就不会碰上这一对神经病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说完了事关的死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 有人在建筑工地 发现了一辆被烧销的车子 后座躺着一具 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车子的引擎没有受损 推测这是一起人为纵火 凶手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毁尸灭迹 警方通过车牌号 调查到车主 是一个叫做山姆的男人 不过法医很确定 这具交饰不是车主 因为死者有软巢和子宫 这很明显就是一具女尸 死者的肺力没有严惩 意味着她早在起火前 就已经死了 X光片显示 她的前额骨 全骨弓 尺骨和肋骨全部骨折 她是被活活打死的 并且生前遭受过侵犯 不过大火已经破坏了 凶手留下的痕迹 DNA不能用了 指纹和牙齿也被烧毁了 想要确定死者的身份 只能用最复杂的颅骨重建 于是小黑卸下了 女士嘎崩催的脑袋 仔细冲洗 小心刷掉黏浮的胶灰 得到了一颗雪白的颅骨 随后给颅骨的五官定位 这些活以前都是艾登做的 自从她被解雇之后 就只能由笨手笨脚的小黑代劳了 林塞负责检查气室的车子 目测凶手将尸体扔在了后座 然后浇上打火机油 点燃了大火 林塞在车门内侧发现了牙印 在车窗上找到了耳闻 耳闻和人的指纹一样 都是独一无二 从耳闻的大小来看 可能来自凶手 斯大拉调查道 车主扇姆还活得好好的 并且她刚刚报警称 自己的卡迪拉克 在一个小时前被偷了 可这辆车三个小时前 就已经被烧成渣渣了 她怎么现在才来报警 小黑用软件扫描了颅骨 这套设备 是实验室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系统开始构建女士的大致相貌 一张无比熟悉的脸映入眼帘 我的天哪 这居然是艾登 在第一季第三季中 艾登就这样构建颅骨 怀原了受害人的相貌 没想到这次居然轮到她被怀原 实验室无法相信 大家相处多年的老同事 居然以这种方式离场 大姐发誓 哪怕决第三次 也一定要抓住凶手 他们首先找到了车主山姆 这后的车在三个小时间就被偷了 却偏偏到现在才来报警 面对咄咄逼人的男女主 山姆吓傻了 她说自己跟艾登的死无关 之所以刚刚才报警 是因为她跑去找了个男机放鞭炮 出了宾馆才发现 自己的车被偷了 她害怕妻子知道自己的癖好 便只能谎称 车时一个小时间被偷到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萌书啊 我要是卖书 就给她老婆打电话 让老婆来橘子里赎她 丹妮面红耳赤 说什么都要冲进审讯室 给山姆来一套言行逼宫 好在被卖书拦住了 这个时候 他们自己人千万不能乱了阵脚 林赛没有跟艾登接触过 即便如此 她也能感受到大家浓浓的悲伤 艾登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姑娘 就像林赛一样 车窗上的耳纹不是山姆留下的 警方暂时排除了她的嫌疑 艾登即便离开了CSI 依旧跟大家保持着紧密联系 就在上个礼拜 斯大拉还刚刚与她见过面 艾登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她看上去很忙的样子 似乎正在调查某个案子 那么她究竟在调查什么案子呢 为了找到答案 曼叔和斯大拉来到了艾登的公寓 她在公寓里 设置了一个简易的实验室 墙上挂着同一个男人的照片 她叫做变态 是个油漆工人 也是个连环强奸犯 迄今为止 她至少性侵了三名姑娘 在第二集第十八集中 她甚至杀害了一位女招待 由于每次作案都十分小心 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警方一直到现在 都只能任由她逍遥法外 原来艾登一直都在悄悄地跟踪变态 试图找到她作案时的证据 很显然 狡猾的变态早就注意到了艾登的存在 最终猎人变成了猎物 变态虽然是个游戏工人 却近近所有 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 如今律师紧盯着CSI的一举一动 哪怕一点纰漏 都会让宋棍钻了空子 变态特意用偷来的车子作案 这样警方就很难追查到她 于是戴姐和林赛 对那辆车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车门上发现了撬动的痕迹 锁眼里还有一小块油漆碎片 变态是个油漆工人 然而这种涂料比比皆是 这一小块油漆压根不能证明什么 罪犯近在眼前 可大家无能为力 艾登偷拍的照片中 还有一个金发女人的身影 原来变态知道艾登在跟踪自己 于是她假装盯着金发美女 吸引艾登进入自己的陷阱 从她偷车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对艾登起了杀心 小黑带来消息 车里的咬痕来自艾登 她为什么要在临死前留下牙印 麦叔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艾登给她留下弹事 于是麦叔抓了变态 和前几次一样 变态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 警方最多只能扣留她48个小时 麦叔却叫她撸开袖子 原来先前取证的时候 警方在变态的前臂上发现了咬痕 当时艾登被变态掳进了车里 他知道自己在减难逃 便用力咬了变态一口 随后咬住了车内室 留下了自己的牙印 这是他给同事们的暗示 最后他用力将变态的脑袋 推下了玻璃 留下了耳闻 做完这一切 艾登坦然负辞 再厉害的罪犯 也有疏忽的时候 艾登留下的证据 已经足以让他永远不见天日 麦叔曾向艾登承诺过 一定会亲手抓住变态 如今他终于做到了 只是这个代价太过于沉重 同事们聚在一起 回忆与艾登交往时的点点滴滴 有欢笑也有泪水 这背进艾登 百度不清 无坚不摧 为镇摇战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艾登没有离去 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去了海军罪案调查处 华山探员塔米 继续逞了阳善 关于扮演者凡尼莎·费利托的退出 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据说是因为他想专注于电影和舞台剧 现实中的他和大导演昆廷 还有过一段情 狗仔甚至拍到了两个人 在街头激情拥吻的一幕 片中和南极鬼魂的车主 由南星山姆·特拉梅尔饰演 最知名的角色 便是《真爱如雪》中的变形人山姆 由于又萌又可爱 也被粉丝们倾斜地称为 美国萌书 一名大楼管理员倒在了楼梯口 他是被捅死的 身后有一串长长的滴落血迹 麦树和弗拉克循着血迹 来到了楼上的办公室 这里就是他被捅的第一现场 麦树看到头顶的天花板缺了一块 于是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只见这里有个崭新的包包 拉开一看 里面竟整齐地摆放着 几个威力巨大的炸弹 麦树吓坏了 他慌忙拉响警铃 大声吼叫着 疏散了大楼里的所有人群 紧接着 寂寞诊大活了哈 炸弹的冲击力掀起阵阵烟尘 大楼外瞬间一片狼藉 惨叫声混合着警笛声不绝于耳 庆幸的是 由于疏散及时 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可麦树和弗拉克 在最后一刻都坚守阵地 他们俩还没有来得及逃出来 懂了 这警员麦树和弗拉克 这场爆炸 甚至惊动了国土安全局 这是探员黑姐 他已经火速组织了一支调查小组 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炸弹专家敌人探员 爆炸和恐袭 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 丹尼和小黑冲进了大楼 一起在废墟深处 探测到了一只手 外面的部队 已经准备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在主角光环的笼罩下 麦树从废墟中醒来 他酿呛着爬起身来 好在只是受了点轻伤 麦树扒拉开一旁的废墟 救出了伤者史密斯 随后两个幸存者 又发现了弗拉克 和他们俩相比 弗拉克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伤得很严重 肚子给划开了一个大窟窿 麦树经验丰富 他捡起瓶酒精 给双手消毒 随后为弗拉克 进行了紧急止血处理 外面传来了救援队的脚步声 麦树叮嘱使密斯 悄悄打打 发出点噪音 吸引救援队的注意 大楼外 炸弹专家敌人悲观地说道 这么大的爆炸 不会有幸存者的 一般人确实很难活下来 可麦树曾是海军陆战队员 他可不是一般人 弗拉克已经一时恍惚 此情此情 让麦树想到了曾经的战友 当年重伤的战友 就在他的眼前慢慢咽了气 那个画面 麦树一辈子都忘不了 史密斯不停地悄悄打打 终于让救援队发现了他们 弗拉克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抢救 即便麦树紧急疏散了大部分人群 但仍有六名群众被困在了废墟里 丹尼将现场的碎片发回实验室 经过一番研究 确定这是一颗C4炸药 C4是军用炸药 而开头童子的警卫 被一刀割断了动脉 娴熟的作案手法 意味着凶手可能受过军事训练 迪恩说 军用炸弹都有特殊的编号 只要炸到足够的炸弹碎片 就能追溯到这颗炸弹的来源 与此同时 弗拉克的手术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医生从他的伤口中取出了碎片 手术很成功 虽然不合时宜 但是弗拉克的体毛真的好重啊 林塞模拟了爆炸式的情景 当时弗拉克 史密斯 以及麦舒 三个人离炸弹非常近 炸弹的碎片已经收集完毕 唯一没有找到引爆装置 原来弗拉克体内的碎片 就是引爆器的一部分 这似乎是一部手机 凶手用的是手机炸弹 隔壁麦阿密隔三差五就要来上一个 早已见怪不怪 可这在纽约实验室可是新鲜玩意儿 凶手只需拨打这部手机 就能瞬间引爆炸弹 换言之 只要找到手机卡 调查是谁最后拨打了这个号码 就能追溯到凶手 不想就在此时 麦舒的电话响了 来人正是炸弹客 他准确地叫出了麦舒的全名 并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告诉麦舒 刚才的爆炸 只是开胃菜 他还另外安排了一场爆炸 就在今天下午四点钟 准时引爆 还未等麦舒追问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 距离炸弹客预告的第二场爆炸 仅剩下三个小时 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林塞终于在引爆器中 找到了SM卡 最后拨入的电话号码就是凶手 只要他们将号码输入数据库 显现出的 却是一条保密的政府线路 这个号码 居然来自国土安全局的黑姐 什么情况 难道黑姐就是炸弹客 先前的一切安排 都是她在贼喊捉贼 黑姐支支吾吾的说道 先前她收到了一条短信 里面是国安局内部的特定代码 于是她便回拨了那个电话 不想进是这个电话 引爆了那颗炸弹 原来凶手用的是借刀杀人 借用黑姐的手制造了这场恐袭 凶手知道代码 很可能是国安局的内部奸细 可这个代码 整个安全部门的人都知道 黑姐回忆 两周前 他们丢失了一台电脑 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内部资料 话说你们国安局就这么做事情的嘛 麦舒其得破口大骂 全纽约有800万人 600多万部手机 只要凶手高兴 每个人都可能引爆下一个炸弹 接下来 炸弹客又给麦舒连续打了四个电话 每次都是响两声就关机 对方还给麦舒发来了一串日期 1983年10月23日 那一天 发生了恐怖的贝鲁特军营爆炸案 而麦舒正是那场爆炸的亲历者 凶手知道麦舒所经历的一切 他在引诱麦舒回拨这个电话 启动下一场爆炸 他以为只要关机 警方就追踪不到自己 却不知 手机是可以遥控开机的 于是麦舒远程打开了他的手机 通过三点定位法 锁定信号来自一所大学 可麦舒还未出发 炸弹客就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 对方用的是公用电话 对方嚣张地说道 他只是测试一下麦舒罢了 说罢结果挂断了电话 这个神经病故作高深 直到现在 麦舒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由于通话时间不够长 警方一直没有追踪到他的位置 不过麦舒从FBN得到消息 两个星期前 有个神秘人威胁说 要炸掉纽约图书馆 当时警方全当是报夹警 也没有在意 现在想来 纳通威胁可能来自炸弹客的提前预告 于是麦舒对纽约图书馆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在公用电话亭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帆布包 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是一颗C4手机炸弹 一个见证客 居然连拆弹部队的活都干了 在Danny的配合下 麦舒小心翼翼 剪断了连接炸弹的红蓝线 危机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解除了 话说麦舒为什么会拆弹啊 跟隔壁和数学的嘛 就在此时 电话再次响起 炸弹客依然嚣张地说道 这同样是个测试 实验室在捆绑手机的胶带上 找到几根头发 麦舒则在雷管上 发现了一组序列号 经过查询 这组序列号 居然来自沃德沃兹堡国民警卫队军营 难道炸弹客是国民警卫队的 由于那几根头发上没有毛囊 实验室无法提取到DNA 不过在头发里化验出了一种 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镇定剂 并且接近发根半厘米处的药量 又明显下降 意味着炸弹客 有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吃药了 所以炸弹客是个停止治疗的神经病 难怪整天神神叨叨的 炸完这里炸那里 林塞带来消息 她从国民警卫队那了解到 不久前 军营曾雇佣了一个民间公司 出了一批过去的雷管和C4炸药 不想三天前 这批拆除的爆炸物神秘失踪了 原来炸弹客通过国安局的手提电脑 得知了爆炸物存放的位置 然后偷走了炸弹公司的卡车 冒领了这批炸药 警方在一个废弃仓库 找到了被炸弹客偷走的卡车 这里同时还是炸弹客的大本营 墙面上有炸弹客行动的路线图 桌上全是伪造的证件 以及零碎的炸弹零件 不止如此 这个神秘的炸弹客 还有自己的武器库和炸药库 起码有上百磅的炸药不知去向 他们在这里 发现了国安局丢失的内部电脑 桌面上显示的是麦书的资料 难怪他对麦书了如指掌 原来一直都在偷偷地调查他 其中一份资料显示 炸弹客曾三次申请报名参加海军陆战队 然而每次都因为心理评估测验不合格遭拒 并且他用伪造的身份给政府写过很多信 批评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紧急突发事件 原来炸弹客不是什么军人 只是一个军事的狂热爱好者 一个孤僻的偏执狂 停要的神经病 斯大拉还在这里 发现了麦书丢失的警徽 麦书虎取一阵 难道炸弹客还在事后去过爆炸现场 此时距离下一场爆炸 仅剩下一个小时 炸弹客再次歇斯底里打来电话 他要求麦书带领所有人手去商业中心 人越多越好 麦书只能返回爆炸现场召集人手 迪恩抛下这么一句话 就匆匆离开了现场 他看上去比麦书还要着急 戴姐注意到迪恩的鞋底 有很多蓝色的颜料 这些颜料来自爆炸现场 可迪恩压根就没有进入那里的权限 为什么他刚才告诉麦书 带上所有人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麦书可从来没有将炸弹客的通话内容 透露给任何人 原来迪恩就是炸弹客 可等他们反应过来 迪恩已经开车去了城外 众人猜测 他的目标就是市中心的割剧院 那里的人流量很大 一旦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国安局的员工制法犯法 即便如此 黑姐还是一阵言辞 不允许麦书击毙自己的手下 麦书无可奈何 众人穿上了防弹衣 来到了割剧院 刚进门 几个探员就吃了迪恩一排子弹 割剧院这么大 他们甚至不知道子弹来自哪个方向 众人只能分头行动 黑姐与迪恩撞了个满怀 不幸沦为她的人质 迪恩骄傲地说道 他已经将剩下的炸药 藏在剧院的各个角落 正如迪恩不断写信 告诉政府的那样 他们的执法系统 存在很大的漏洞 执法人员不能很好地处理 紧急突发事件 黑姐是最该死的 即便丢失了内部电脑 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接下来迪恩开始无伦次 什么这是一场演习 他完全是为了国家安全着想 一字一句 就像是一个忧国忧民 忠心报国的军人 见此情景 麦树突发奇想 他与上级的口吻 命令敌恩放下武器 告诉他任务已经完成 这一招果然奏响 在敌恩的精神世界中 他把自己当成了忠诚的军官 一切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虚拟的军事任务 第一次有人把他当成军人看待 他自然非常开心 于是迪恩心满意足地被捕了 麦树拯救了这座城市 可重上的弗拉克 依旧昏迷不醒 麦树觉得迪恩虽然有病 但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 提醒执法部门 修复管理漏洞 迪恩本无形伤害任何人 麦树非常理解他的想法 20多年前的贝鲁特军营爆炸案 让他在一夜之间 失去了200多名战友 如果当时有一位吹哨人 提醒他们加强戒备 修复防御漏洞 或许伤亡不会如此惨重 深夜 麦树守在弗拉克的身旁 他轻轻地告诉弗拉克 如果你能听到的话 就捏一捏我的手 到此 CSI纽约第二季结束 纽约片的经费明显不如麦阿密 大场面的节奏把握得不行 虎头蛇尾 略显小气 甚至还有穿帮镜头 比如第三十一分三十秒 麦树在炸弹壳的藏身处 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 可手机屏幕 明明显示的是新短信 这集中炸弹克迪恩的扮演者 是1976年出生的艾恩·贝利 因在2001年上映的兄弟连中 饰演大卫韦伟斯特尔文明 他在纳布剧里的人设 是哈佛的高材生 他拒绝了精神机会 始终以相对独立的视角 记录整场战争 是个很特殊的存在 2002年 贝利在童话镇中 扮演中年皮诺曹 最近两年 他都在新剧梦魇绝症中 饰演游乐设计师吉姆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CSI纽约第三季 我们不见不散